请问大家,我们初级中学的试卷,你们做了没有呀? 比如说做了之后,做了之后,对答案,选择题,对了几个呀? 对了几个,告诉老师一下,我们等一下讲完之后,来感受一下,对了几个呀,选择题,对了七个,全对,很棒啊,对了三个的,还有很多同学都很厉害啊,好,其实,其实这个,这套试卷,选择题是不难的, 选择题是不难的,后面的简答题有一定的难度,下面咱们就先从选择题开始,选择题一共是八个,每一个是五分,我们先把选择题做完,然后老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选择题的时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好,咱们先从第一个选择题开始,第一个选择题考的是什么,考的是什么,来看一下,考的是,让我们求制,对不对,我们求矩阵的制用的是什么方法呀? 上课的时候,老师给大家讲的吧,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把这个矩阵给它变换成行阶梯形矩阵,接着呢,我们就数,可以数字了,是不是,所以,咱们来看一下,我们行阶梯形矩阵怎么变换,以第一行第一列,它的第一个元素,作为基准来进行变换,对不对,我们发现,这个第一行第一个元素,它是零, 因此,能让它作为我们的基准吗?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让第一行和第三行复换,因此,第一行就是 负一,二,零,然后接着是三,零,一,然后是零,一,二,好,这时,咱们就把这个矩阵,就把这个矩阵,给它转化成,通过初等变换,变成行阶梯形矩阵就行了,是不是, 想变成行阶梯形矩阵,现在还是以第一行第一个元素,为例,为我们的基准,来变换,好,以它为基准,那么,所以第一行不变,第一行造操, 然后接着到第二行了,是不是,乘三加到第二行当中去,乘三加到第二行当中去,因此,是零,然后是二三得六,六加零,等于六,然后接着是三乘零加一,还是一,好,这是我们第二行,第三行呢,造操,因为第三行这个元素, 已经等于零了,所以不用对它进行变换,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是吧,然后接着我们就来画阶梯了,发现,哎,不行,是不是,这个,一个速线管两行了,所以不行,不是最简的,是吧,不是最简的,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我们行阶梯形矩阵,好,这时还要进行运算,是不是我们第二行,乘多少,乘负的六分之一,乘负的六分之一,加到咱们第三行当中去,好,这时我就可以算了,你看,六乘负, 六分之一,得到的是负一,加到第三行当中来,负一与一相,是不是等于零了,而这里呢,负六分之一,加二,是不是等于六分之十一啊,所以我就在它的基础之上,我就在它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它变换成,行阶梯形矩阵了,现在,如果说让大家去画,我们的阶梯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画出来是这样的,对吧,是不是,好,这个六分之一本来应该写在这儿啊,所以,如果去画就是这样, 因此,你看一下,是不是三个阶梯啊,所以,字是多少,嗯,字是,D,我们就可以选出来三,好,这个没有问题吧,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一个题目的时候,你首先要问自己一句话是什么呢,它考的是什么知识,用什么知识点来做, 在咱们,真体解析里面,真体解析里面,给大家,讲了一个方法,是,计算我们这个矩阵,它对应的行列式,然后发现行列式不等于零,所以就可以得出,它是满质的,这个方法呢,我不推荐大家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求出来等于零了,对吧,求出来等于零了,你说,它是二届的,还是一届的呢,是二届的,还是一届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它的质是二,还是一届的, 一届呢,不知道,你还要回过头来,来进行我们的变换,清楚了没有,所以,我推荐大家使用的,永远都是行阶梯形矩阵,这个方法,好,下面我强调一下,行阶梯形矩阵,老师给大家说,变换的时候都变换什么呀,能不能去变换列呀,尽量不要变换列,就是两列之间不要变换,我们变换的都是行,清楚了没有,好,我们讲真题呢,并不是就这个题,讲这个题,老师会摆, 跟这个题相关的姿势,带大家回顾一下,然后,把一错点会给大家讲清楚,这道题,大家都做对了吧,没有,有问题的给老师,打一个二啊,没有问题的,老师就讲下一道题了,我说一下啊,特别是一些前面课程没有听完的小伙伴,我建议你呢,不要直接上来听真题,你有可能会跟不上,你看老师,都是回顾姿势点,清楚了没有,所以你还是回去,把该讲的真题,就该讲的真题,给他听完, 然后再听真题课,清楚一下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是,当X趋向于X0的时候,于X减X0是等价无穷小的事,我想想,我想问问大家,等价无穷小那里,老师给大家讲了什么,就是,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叫等价无穷小替换,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里有一些公式,老师说,你们能够记住的话,最好能记住,是不是,当X趋近于0的时候,sinX与,我们X可以替换,对不对,tangin的X与X也可以替换, 然后接着呢,E的X次方减1,与X也可以替换,对不对,好,这是,咱们,在那给大家讲的,在那给大家讲的,啊,对,没有, 这也没有听完的话,你听这个会有点吃力,比如说我讲到这里,你现在就是,脑子里面一片混沌,哎呀,这什么东西,这到底什么东西, 但是,咱们听完姿势的同学,就能够跟老师把这个回忆起来,啊,这就是,等价无穷小那里,给大家讲的,好,他现在是不是想问我们,与他, 等价无穷小的是谁,对不对,好,哎,我们说的是什么,哎,这里是X,X,是不是,X,sinX与X等价无穷小, tangin的X与X等价无穷小,好,如果我现在改一下呢,是2X趋近于0,那么,是不是就变成sin2X与2X等价无穷小呀, 对不对,好,那么如果我改成6X趋近于0,那就是6E的6X次方与6X是等价无穷小的,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问我们的是,X-X0,于他等价无穷小的,那么,也就是X-X0,它是趋近于0的,对吧, 他俩,X不是趋近于X0吗,所以X-X0,它的这个差是趋近于0的,因此,我们是不是把这里都给它换成X-X0, 这里是X-X0,所以,A,B,C,D当中哪一个是咱们的正确答案啊,哪一个是咱们的正确答案啊,你看,我现在都给它换成这个了,是吧,整体代换,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是不是A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啊,A就是咱们的正确答案,因此,也就是X-X0, 当它趋近于0的时候,我们signX-X0,于X-X0,它是等价无穷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B,它为什么不是, 它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咱们是不是要减去1,这个才是,是不是, 这个才有我们已知的,X-X0,它是等价无穷小的,好,小布丁问了,如果说,我记不住,或者,即使记住了, 你是不是也不能判断C和D啊,对不对,也不能判断C和D,那么C和D怎么判断呢, 我们有判断等价无穷小的方法,就是它的定义,大家还记得住吗,当X趋近于X0的时候, 我们让这两个函数相比,然后求它们的极限等于几啊,等于几的时候, 它们就是等价无穷小的,对,等于1的时候啊,等于1的时候, 证明之前的姿势都能回忆的起来,都能回忆的起来,这些题都能做得出来, 因此,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求这样的一个极限,X趋近于X0的时候, 好,现在让我们求的就是它们,对不对,这个跟谁等价无穷小, 因此就用X-X0比上,你看,A和B我就可以通过等价无穷小替换来进行, 来进行这个排除或者说来进行选择,那么到C的时候我发现不行了, 这时我就可以直接把C作为一个函数,那来比较它与我们X-X0之间的关系, 好,然后你看,你看把它带进去之后,那这时它和它是不是约了,约了一个, 对不对,那得到的是1比上X-X0,好,得到的是1吗,不是,是不是, 1比上0是无穷,所以它俩不是等价无穷小,就可以得出来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你看,它是趋近于0的,这里呢, 当X-X0趋近于0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图像画出来, 这是一个对数函数它的图像,它的底数A等于几啊, 等于E,是不是,所以是一个单调递增的,因此当我们这个位置数X-X0, 就是增数的这个位置,它是趋近于0,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应该趋近于富无穷啊, 所以这是D也是错的,好,C和D能听得明白的给老师打1, 听不明白的给老师打2,老师来看一下啊, 我们C老师给大家讲了,就是用我们的定义来进行判断, C就是用定义来进行判断,好,是C没有听懂呢, 还是D没有听懂啊,有一些同学打了一个2啊, 让我来看一下,是C没有听懂,还是D没有听懂呢, D没有听懂是吗,来,我再说一下D啊, 好,我D用了,C直接就是套那个公式啊, 直接就套公式,就是用它比上它求极限, 你自己去求一下,就他俩求极限, 如果求下来极限等于1的话,那么就表示是怎样无穷小, 他俩求下来之后是等于无穷的,不是, 所以这个清楚一下啊,咱们再来看一下D, D我并没有直接用咱们的定义来判断, 你看,当X趋近于X0的时候,我们分母是不是0啊, 对不对,如果说,如果说我继续用我们刚才这个方法来给大家判断一次的话, 也就是X趋近于X0的时候, 我用X-X0来比上Loying, 然后X-X0, 好,现在分子的这个位置, 分子的这个位置, 你看,它是不是0啊, 对不对,分子的位置是0, 分母的位置呢,当X趋近于X0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把图像画出来, 你看,这个等于多少, X趋近于X0的时候, 那么,我们帧数它是不是等于0, 所以,这个函数,你看,帧数等于0嘛, 你想想看,这个图像我是可以画出来的, 对吧,这个图像我是可以画出来的, 你看,你看, 是不是,当你趋近于帧数的位置, 就相当于这是LoyingX嘛, 你X趋近于0了, 那么,我这个LoyingX, 它是不是趋近于富无穷啊, 这个清楚了没有, 所以,整体它是须近于富无穷的, 因此,0比上富无穷, 那么,很显然它不是等于1, 所以,它也不是等价无穷小, 好,这个题, 这个题就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只要, 如果说能够记住我们等价无穷小, 它的替换的话, 其实BCD都不是我们考官想考你们的, 老师讲题的时候呢, 把每个选项都给你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 但是, 我们考试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要判断出来它是正确的就行了, 好,潜力说这是用定义解释吗, 对啊, 这就是用定义嘛, 我们是不是把它定义式写出来了, 用定义来进行判断的时候, 我再讲一遍啊, 用定义判断的时候, 就是判断这个函数, 跟下面的哪几个函数, 我们的定义式就是这样的, LimitX趋近于X0, 然后FX比上GX, 如果得出来的结果是1, 那么就表示它俩是等价无穷小, 如果说得出来的结果不等于1, 它们就不是等价无穷小, 因此, 你看一下, 我现在刚才判断出来, 判断出来我是不是就不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清楚一下, B刚才老师已经用等价替换, 就是等价无穷小替换给大家解释过了啊, 所以咱们就不在这个地方, 不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了啊, 好, 那么这是我们第二道题, 其实你只要把那个姿势点记清楚, 我们考官也只想考那个姿势点, 你把那个姿势点一记清楚之后, 像这个你完全都不需要进行别的判别, 就可以识别出来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题, 我想问大家, 像这个极数, 它就是在这个四个极数当中发散, 考的是什么姿势点啊, 考的是什么姿势点, 考的就是判断极数, 它的脸散性, 对不对, 所以考的就是高等数学第四节的内容, 好, 高等数学第四节的内容, 在那老师怎么给大家讲来着, 给大家怎么讲来着, 你直接就看我们的一般相, 对不对, 看一般相, 你首先看一下, 哎, 这有四个一般相, 是吗, 你立刻就能判断出来了, 我们答案是A, 为什么, 他问我们的是发散的是, 而A, 它的一般相是n分之一, n分之一是什么, 是调和极数, 调和极数它是发散的, 对不对, 所以立刻A就被你判断出来了, 因此A就选出来了, B,C,D, 我们来看一下, 好, A选出来没有问题吧, 所以有一些同学总是到那一节, 我看到评论啊, 就好像特别难理解, 就是, 就总想从正面去理解它, 你需要理解它吗, 你不需要理解它, 你只要看到它, 能把它识别出来了, 就行了, 对不对, 你要理解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调和极数它是发散的, 它考试的时候又不让你去证明, 只让你能够知道它是发散的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不用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压力, 你会做题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B, B它是什么, 就是我们P极数, 是不是, 也就是我们调和极数, 它是P极数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P极数它的标准形式是什么, 是N的P次方分之一, 对吧, 当P大于一的时候, 当P小于等于一的时候, 当P大于一的时候, 它就是收敛的, 当P小于等于一的时候, 它就是发散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在判断B的时候, 你一看到是N平方分之一, 就想到, 我们P极数它的标准形式是这个, 你现在在P的这个位置是等于二的, 所以它大于一了, 因此它就是收敛的, 好, 立刻就把它判断出来了, 对不对, 那再来看C和D, 你看到C和D, 你能识别出来用什么方法来判别吗, 能不能, 一看到, 你看, 有一个-1的N次方, -1的N次方, 立刻就想到它正负正负, 老师上课的时候给大家怎么讲的, 正负正负就是交错, 对不对, 一看到有-1的N次方就是交错, 交错急速判断的条件是什么, 要满足两个条件, 对不对, 要满足两个条件, 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 对我们一般向来求极限, UN它是等于0的, 这第一个条件, 好,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前一向要大于等于后一向, 也就是UN大于等于UN加1, 对不对, 好, 你看, 你有了这个之后, 你立刻判断呀, 我们, 咱们对它来进行求极限的话, 你看是不是等于0啊, 是不是等于0, 你看, 当N趋近于无穷的时候, N分之一是不是等于0, 是的, 好, 满足, 那么, 然后接着来看它的前一项和后一项之间的这个大小, 一个是N分之一, 一个是N加上1分之一, 谁大谁小啊, 很明显嘛, 你看你先除了一个这个素小, 所以你除了一个小的素, 你是不是大, 你除了一个大一点的素, 你是不是小, 所以前面大于后面, 因此它是收敛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蹭热打铁, 把这个也判断一下, 把D也判断一下,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一错点啊, 把D来判断一下, D是不是一样的, 你看, 对于我们一般向来求极限的时候, 它是不是等于0啊, 你来看, 对它来求极限, 当N趋近于无穷的时候, N的平方分之一, 是不是就等于0, 因此, 是的, 等于0, 好, 第二项, 第二个条件呢, 是不是N的平方分之一, 与N加1括号的平方分之一, 这两个来比较大小, 谁大谁小啊, 你看, 你除以一个小的, 你明显是个大的嘛, 你除以一个大的, 明显是个小的嘛, 所以前面大于后面, 对不对, 好, 一错点在哪呢, 有一些小伙伴, 它陷入了一个沉湿, 什么样的沉湿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它容易引起这个和这个的混淆, 哎, 老师, 你不是说它是发散的吗, 怎么到它的就是搜链了呢, 不都是N分之一吗, 同学们, 是都是N分之一吗, 不是的, 你看, 这里, 它只有一个光秃秃的N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调和极数, 直接判断它是发散的, 而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首先已经把它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交错极数, 所以, 交错极数, 我们就需要, 你看, 它既然是交错极数, 我们是不是就要满足那两个条件,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在这儿, 陷入这个恐慌, 你跟老师怎么都一样, 你又这样讲, 好, 你现在已经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交错极数, 因此, 交错极数, 那我是不是就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刚才老师写出来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这种题在考试的时候能错吗, 不能错呀, 每一次考到都是送分, 只要你把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清楚了, 都是送分, 好, 下面, 我们来看第四题, 来看第四题, 刚才那个问题, 老师已经给大家解答了, 来看第四题, 下列关于椭圆它的论述正确的是, 正确的是ABCD, 好, 考的是不是我们在椭圆那里给大家讲的姿势, 老师给大家讲了, 在平面解析几何那, 老师给大家讲了椭圆它的两个概念, 并且跟你们说, 考试的时候考好多次, 13年, 14年, 这是17年, 全部都是考的椭圆的概念, 双曲线的概念, 好, 那么, 所以在平面解析几何那, 什么那些大题都不可能考, 只有可能考这个, 所以这个清楚一下,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A是平面内, 它的两点, 两个定点的距离之和, 等于长速的, 这样的动点的轨迹, 我们称它为椭圆, 好, 那你们自己判断, 我先给大家读一下, 然后平面内, 它的定点和定值线之间的比值, 大于1, 它的长速, 这样的一个动点轨迹, 我们称它为椭圆, 好, 然后从椭圆当中, 我们有一个焦点, 发出一个射线, 经椭圆反射之后, 通过我们椭圆的另一个焦点, 然后D, 平面与椭圆, 我们的这个圆柱面, 它的结线是椭圆, 好, 现在读完了, ABCB, 我先问大家, 选哪个呀, 选哪个, 想想看, 有一些同学就选出来了, 笙笙就选出来了, 选C, 好多同学都选出来了, 来, 看一下, 来看一下, 有些同学直接告诉我, D不对, 是不是, 非常好, 这是椭圆的第几定义呀, 这是椭圆的第二定义, 对不对, 好, 椭圆的第二定义是一个动点, 到两个定点的距离之和, 是定藏, 但是, 要求定藏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 要比F1, F2要来的大呀, 所以2A, 它要大于, 不是等于, 大于F1, F2, 是不是, 所以它这里说了没有, 没有说, 因此, A是错的, 对不对, 我们是等于一个藏数, 但是要求这个藏数, 必须比这个来的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B, 他说, 只比大于1, 我想问大家, 大于1是什么, 也就是这个离心率, 它应该是大于1的话, 是双曲线, 对不对, 我们椭圆要求E要小于1, 大于0, 所以老师在讲椭圆的第一定义那里, 老师就经常就给大家说, 考试的时候经常喜欢张冠礼带, 对吧, 所以这里他就张冠礼带了, 因此他错了, 0到1之间才是椭圆, 好, C, 老师上课的时候没有给大家讲这个姿势, 是不是, 但是你通过排除法, 你是不是就可以排除说, C是正确的, D它也是错的, 为什么呢, 平面于一个圆锥面, 它的截面是什么, 圆柱面, 来看一下, 于这个圆柱面它的截面, 可能是椭圆, 是不是, 老师现在画的就是椭圆, 但是如果它平平的截过来, 得到的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圆, 对不对, 所以他错了, 有可能是椭圆, 也有可能是圆, 还有可能是其他图形的, 是不是, 所以答案是C, C指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椭圆当中的一个光学性质, 就是从一个焦点发出一个射线, 发出一束光, 然后经椭圆反, 就是反射之后, 会经过它的另一个焦点, 好, C是正确的, 其他没有什么, 这是第四题, 因此这道题, 即使你C这个姿势点不知道, 也不影响这道题做出来, 对吧, 好, 这是咱们的第四道选择题, 我们再来看, 第五道选择题, 第五道选择题, 它考的是什么呀, 考的是什么, 它说, 以下多项式是二次行的是, 好, 是二次行的, 那么, 我们在讲二次行那里, 老师说, 二次行一般会考几个考点啊, 会考几个考点, 是不是, 两个考点啊, 对不对, 有一个考点就是给你几个函数, 问你它是不是二次行, 满不满足二次行,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是什么, 让我们去判断, 给出来的这个二次行, 它是镇定的, 负定的, 还是不定的, 对不对, 好, 要想判断镇定, 负定和不定, 我们怎么做, 我们把它还原回去, 找到它的对称矩阵, 然后看它的对称矩阵, 它的这个, 就是我们各界阻子式, 如果都是大于零的话, 就是, 就是镇定的, 如果激素, 激素界阻子式是大于零, 偶素界阻子式是小于零的话, 就是复定的, 对不对, 如果不满足这两种情况的话, 就是不定的, 是不是, 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点, 老师上课的时候, 也针对这个考点, 给大家出了题目, 让大家做, 好, 但是, 这个它是让我们判断吗, 不是, 是不是, 它不是让我们判断的, 那么这个让我们判断的是什么, 让我们判断的是, 它是不是二次行,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二次行它的标准形式是什么, 还有印象吗, 二次行它就是二次其次函数, 在那老师给大家讲了, 是不是, 什么叫二次其次函数呀, 来, 也就是我们得到的是A1X1的平方, 然后加上A22X2的平方, 然后加上点点点, 然后再加上其他, 是不是, 但是我们都保证, 我们每一项它的指数, 它的位置数的指数和应该等于几啊, 等于2,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A12, 那就是X1, 然后X2, 前面有一个系数, 是不是, 所以你就要去看, 我们如果出现单个的, 像这样的, 哎, 我们指数, 就是咱们位置数它的指数并不是二次, 加起来并不是二次, 好, 这时它是不是就错了, 对不对, 就错了, 你看, 从这儿是不是就可以看出, 你看, 它缺一个, 对吧, 它也缺一个, 好, 那么居然还有常数项, 是不是也错了, 所以只有D是正确的, 清楚了没有, 我们必须要保证, 要么是X的平方, 要么是X它的平方, 要么就是两个X相层, 有下角标, 比如说X2, X3, 比如说X1, X4, 出现的时候都是层对出现的, 必须是这样子的, 清楚了没, 没有清楚的小伙伴给我打二, 来, 讲到这个姿势点的时候, 老师给大家说了, 二次行, 考试的时候就会考两个点, 好, 有好些小伙伴听不明白啊, 那么, 我来说一下啊, 你看, 这都是上课讲的姿势, 你只要把那个课真的认真听了这种题, 你绝对不会做错的啊, 这个简直就是, 怎么说呢, 既没有运算, 也没有这个难理解, 什么都没有, 你只要把那个姿势点, 就是不是过脑子, 而是想了一下, 明白了, 像这种题就是送分的, 好, 那我来说一下啊, 那我来说一下, 你看, 如果我们去写的话, 标准的形式是, A11, 然后是X1的平方, 加上A22, X2的平方, 加上点点点, 也就是ANN, 然后是XN的平方, 对不对, 这个是平方向, 这个平方向, 然后接着, 再加上, 二倍的A12, 然后是X1, X2, 然后再加上, 二倍的A13, 就是X1, X3, 好, 后面我就不写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像, 里面X, 它是不是都有两个呀, 要么就是平方, 要么就是两个X, 老师刚时, 当时给大家讲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的, 是不是, 要么就是平方向, 要么就是有两个X, 能不能出现只有一个X, 然后或者有一个常数的, 这两种情况, 是不能出现的, 对不对, 它要么就是平方向, 要么就是两个X, 好, 清楚了没有, 所以你看, 你拿着这个就去对码, ABC, 是不是只有D是满足的, ABC都是错的, 对不对, 这个清楚了吗, 这个当时在讲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了, 这是一个考点, 好, 然后, 关于正定的, 复定的那里, 回去听一下回放, 就不清楚的, 同学, 老师就不在这讲了, 你知道这里有这个姿势点, 然后去听一下回放, 就是我们最后, 就是咱们, 现行怠速最后一节课里面的内容, 好, 那这是第五题, 第五题清楚了没有, 没有清楚了给老师的, 来老师看一下, 你看, 像这种题, 就是在考试时, 如果你真的做错了, 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 好, 潜力, 还是有点问题, 等一下我们答疑, 潜力, 要有问题的话, 等一下答疑, 好, 下面, 我们来看第六题, 来看一下第六题, 以资, 咱们随机变量大X, 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好, 这个, 然后接着, 假设随机变量, 大Y, 它是等于2大X的, 那么Y服从的分布, 是什么分布, 好, 在正态分布那里, 老师给大家讲了, 我们一般会考大家什么呀, 会考大家, 利用正态分布, 来求概率, 对不对, 还有印象吗, 用图像来求概率, 以及, 用我们公式来求概率, 对不对, 好, 除了给大家讲了, 用图像, 用公式来求概率之外, 老师还给大家讲了, 正态分布里面, 它的参数所表示的含义, 对不对, 当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什么, 就知道了什么, 那么, 来, mue它表示的是什么呀, mue表示的就是期望, 对, 非常棒啊, 好, 这个, 你只要知道这里, 你基本上这个题, 你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们Sigma的平方就是方X, 这两个参数, 意思理解了就行了, 现在它让我们求的是什么, 现在, 随机变量已经发生变化了, 现在随机变量是什么, 是y等于2x, 好, 你现在原来的这个随机变量是x, 对不对, 所以, 我就可以写E大X, 它等于什么, 你看, 我是不是用我们, 希望它的标准形式把它表示出来, 就是mue, 对不对, 好, D大X呢, 它等于什么, Sigma的平方, 是不是, 我把这两个给它表示出来, 现在让我们求的是什么, 你看, 它说按照什么样的分布, 其实就是求里面的, 咱们的这个参数, 求我们y等于2x的时候, 咱们y这个随机变量, 它的希望和它的这个方差, 对吧, 所以, 这时你看, 就想让我们求EY, 好, EY等于什么, 等于两倍的x, 所以等于多少, 你看, 我们EX等于mue, E2X等于多少啊, E2X等于多少, 是不是把里面的常数直接拿出来, 2EX, 因此直接就是2mue, 这就是我们上课给大家讲的, 关于数学期望和我们数学方差, 它的数字特性, 对不对, 它的数字性质, 数字特性, 也就是说, 数学期望和数学方差对应的性质, 一个是5条, 一个是6条, 当时让大家会背的, 好, 这里我们再来求一下D大Y, 那么就等于D2X, 好, 这时这个2能直接拿出来吗, 不能, 拿出来要进行平方,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4Sigma的平方, 好, 因此一个是2mue, 一个是4Sigma的平方, 所以你去选是不是C啊, 就可以选出来了, 所以这个姿势点, 你看, 就独独的一个姿势点啊, 就独独的一个姿势点, 你只要把那个地方会背了, 像这种题就是顺分, 对不对, 就独独的一个姿势点, 它前不沾后不沾, 就用到了那个姿势点, 你掌握了, 这道题你就做出来了, 好, 其他的没有什么, 这个题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没, 给老师回复一下, 不清楚了给老师答, 来, 就是用的那个姿势点, 好, 那接着, 这是我们的第六题啊, 接着咱们再来看, 第七题和第八题, 这两道题是完全送分题, 如果有同学说, 一道题都没有做出来, 我就不明白, 这两道题你怎么会错, 是不是, 你最起码做个十分出来呢, 是不是, 好, 来看一下, 他说, 矩阵和菱形, 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考的是什么呀, 概念的关系, 我现在想问大家, 概念间的关系, 分为几种啊, 概念间的关系分为几种, 分为几种, 是不是两种啊, 一种是相容, 一种是不相容, 是不是, 好, 相容里面包括几种, 包括统一, 交叉和俗种, 是不是, 所以相容里面包括这样的三个关系, 好, 统一关系指的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这两个概念一样, 比如说, 我用椭圆它的第一定义和第二定义来表征椭圆, 那么是不是都是椭圆, 所以是同一概念,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百分率和百分比, 它就是同一个概念, 好, 然后交叉, 交叉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和我之间有部分是交叉的, 就是部分是公共的, 你看, 我们矩形和菱形, 它们有没有交叉啊, 它们有没有交叉, 它们的交叉是谁呀, 这两个图形, 矩形和菱形, 是不是我们的正方形啊, 对不对, 激动了, 写成一个重发现, 正方形, 好, 所以它的关系是什么, 是交叉关系, 是不是, 它是属种关系吗, 属种关系指的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一个是另一个的子节, 比如说我现在换了, 可以是平行四边形, 对吧, 平行四边形, 矩形和平行四边形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矩形和四边形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ABC就有了, 那么D矛盾关系,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不相容关系, 不相容有两种关系, 一种是矛盾关系, 还有一种是对立关系, 矛盾关系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非比即此, 就是不是你就是我, 里面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对象,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时速, 那么它是不是分为有理素和无理素, 因此有理素和无理素, 有理素和无理素, 就是矛盾关系, 清楚一下, 好, 那么对立关系,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们有理素, 它分为正有理素, 负有理素, 中间还有一个零呢, 对不对, 所以正有理素和负有理素, 它们就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对立关系, 是不是, 这个清楚一下, 清楚一下, 好, 对, 我们沈沈说的非常正确, 矛盾关系就是相加是全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八个, 来啊, 下图当中不是中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 下图当中不是中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图形的事, 这道题能不能做呀, 你看, 不是中心对称, 中心对称指的是什么, 中心对称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一个图形, 如果围绕它的中心点旋转180度, 那么, 那么, 与它本身是重合的, 那就是中心对称的图形, 对不对, 好, 这个线段, 来看一下, 绕180度之后, 是不是还是它呀, 对不对, 这个平行四边形, 来, 绕180度之后, 这一点是不是还是它, 那么这个椭圆呢, 来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样, 只有这个正五边形, 你看一下, 如果我把它画出来的话, 你绕完180度之后, 尖角是不是跑上面去了, 对不对, 尖角是不是跑上面去了, 所以就错了, 是吧, 因此答案B是正确的, 不是的, 好, 我说一下, 这个姿势点, 咱们初级中学的小伙伴, 一定要注意呢, 为什么呢, 比如说2017年, 这是2017年下半年的试卷, 2017年上半年就考了, 就考了, 同样的姿势, 叫做下列图形, 既是对称的, 又是中心对称的事, 既是轴对称的, 又是中心对称的事, 好, 所以你想想看, 这种重要的姿势点, 它是不是重复考, 而且还会连续考, 对不对, 清楚了没有, 好, 八个选择题给大家讲完了, 想想看, 这八个选择题里面, 有没有让大家算的呀, 好, 除了前面的第一道题, 要大家算一下之外, 其他所有的题, 没有一道题, 除了就是什么两倍, 四倍, 平方让你算一下, 是不是, 所以没有一个让大家算的, 在运算上没有困难, 然后接着在知识上面, 你看, 是不是都是直接考察, 有没有给你, 给你落好几个弯, 然后让你想不出来那种, 没有对不对, 都是很直接的, 你只要把姿势点出处找到, 就立刻能够判别出来, 所以老师的要求是什么呢, 咱们所有上过课的同学, 我们的要求是, 选择题不要错超过两个, 也就是说你保证选择题能拿到三十分, 你稳过, 好, 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师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就当年这套试卷, 2017年下半年这套试卷, 当时我们讲过课了之后, 有很多小伙伴给我反馈, 说, 说, 他的选择题, 对了一个, 对了两个, 然后结果呢, 他考了65分, 他考了65分, 你想他例过就差5分啊, 如果说他争取对两个选择题的话, 他是不是过了, 你看, 他就对了一个两个, 你看, 他要是对四个, 他肯定过了, 对不对, 他考了65分, 有的考了67分, 所以, 对70分就过了, 所以后面特别是像, 比如说像今年, 就是2017年下半年, 这一套试卷, 简答题, 后面题目有一点难度, 后面打分的时候就会特别松, 你想想他后面分数给的特别松, 你选择题再松, 人家也不可能把你的B给你打对的吧, 本来答案是C, 你选了一个B, 人家不可能给你打对吧, 但是后面, 你最起码, 是不是你只要写字了, 他如果打得松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送你分, 对不对, 清楚这个意思吧, 所以选择题这个是谁也救不了你们的, 后面你只要看到东西, 你就往上操吧, 题目也可以往上操操, 这时, 只要有字, 考官都有可能会给分, 特别是, 当简答题, 解答题等等那些文字类的题目, 特别难的时候, 就从到很难的这一年, 后面很多同学都大空白, 这个时候你上面写了好多次, 他多少会给你分数, 清楚了没有, 好, 你看, 这个可惜不可惜, 这个可惜不可惜, 好, 前面的八道选择题没有难度, 你一定要把分数拿到, 基本上每一年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后面, 咱们来给大家讲简答题, 简答题它确实是有难度的, 从第九道开始, 它就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要你的分数也不是高的了, 是不是, 我刚才说的65啊, 67指的是它则算之后的啊, 则算之后的, 就是说它最后告诉我, 它的分数是多少, 它说它对了一道选择题, 然后对了两道选择题, 然后它告诉我它可惜的很, 它考了一个67分, 考了一个65分, 是吧, 这个清楚一下啊, 换算之后是70分, 券面分, 我们的要求是, 就是基本上你考到90加就行了, 就是经常有老师要求你们考到95分, 其实到90分就过了, 到90分就过了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咱们一起从简答题开始, 简答题一共是五个小题, 那么每个小题是七分, 一般情况下是三加二的模式, 就是三道计算题证明题, 两道文字题, 好,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九道题, 它是一个计算类的, 对不对, 计算类的, 好, 来, 将平面曲线, Y等于X的平方, 分别绕Y轴和X轴, 旋转一周, 然后, 问我们所得的旋转面, 分别为S1和S2, 在空间直角坐标系当中, 分别写出曲面S1和S2, 它的方程, 来, 看一下啊, 看一下, 这道题三分, 怎么样, 好拿不好拿, 我想问大家, 来, 你看, 它现在我们写的是什么, 写的就是绕Y轴, 绕X轴旋转, 对不对, 好, 绕X轴, 绕Y轴旋转, 我先问大家, 我先问大家, 来, 怎么做呀, 怎么做, 我们当时怎么给大家说的, 绕哪个轴, 旋转, 哪个轴, 不变, 剩余的写成什么, 正负根号, 然后其他的两个, 它的平方和, 对不对, 所以, 我就说了, 好, 你现在想求的是SE, 是吧, 它是绕Y轴旋转, 所以Y不变, 因此Y造超, 那么接着X变成什么呢, 它等于, 然后括号的平方, 这个都不变, 等于X就等于正负, X的平方加上Z的平方, 因此是不是就等于X的平方, 就是加上Z的平方啊, 对吧, 能不能写出来, 好, 我们考试的时候怎么写呢, 放假, 等一下老师跟你说, 你看一下, 咱们, 你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出, 来, Y它就等于X的平方, 加上Z的这个平方, 是吧, 你绕Y轴旋转, Y不变, 好, 咱们再来看, 如果绕X轴旋转的话, 是不是X2它是什么, 那么X2它就是X不变, 对不对, 所以我把X的平方写到这边来, 那么Y就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正负根号, Y的平方加上Z的平方, 对吧, 好, 我们本来就是X平方了, 因此你这个正负能写吗, 是不是就不能写了, 所以得到的这个结果, 就是这样的, 好, 那么书写的时候, 我们怎么书写呢, 就是有一些同学说, 老师, 就是这个书写怎么书写, 你就这样书写就行了, 就是我们绕Y轴一轴, 则Y不变, X变成这个, 带路到里面去之后, 那么我就可以得到它, 这清楚了没有, 因此我们书写的时候, 就这样去书写, 就这样去书写, 就是绕谁不变, 绕谁旋转, 则谁不变, X就变成正负根号X的平方, 加上Z的平方, 带路到我们曲线当中去, 就可以得到曲面S1, 它的方程是Y等于X的平方, 加上Z的平方, 好, 那么同理就可以得出这个, 当然如果说你不想写同理, 那你也可以按照这个, 来把它书写一次, 也就是说, 绕X轴旋转一轴, 则X不变, Y变成正负根号X的平方, 加上Z的平方, 带路到我们这个式子, 因此就可以得到X2, 它就等于这个, 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没, 这个说一下, 清楚了没, 就是我们去书写的这个, 就可以得到三分, 全分, 简单不简单, 这个三分也是送给大家的, 对不对, 好, 下面就来到有一个男的, 就是求体积的, 这个很多小伙伴呢, 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把这个题目先读一下, 我想问第一问没有问题吧, 有问题的给老师答二啊, 让老师了解一下情况, 这个就是用老师上课讲的东西, 是不是, 就特别简单, 直接就套的三分, 要不然人家怎么就是三分, 连到选择题都不如, 是不是, 好, 来, 下面咱们来看第二个问, 求平面Y等于4, 与我们这个曲面, 所围成的立体图形, 它的这个体积, 好, 这个曲面, 这个曲面指的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SE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绕Y轴旋转, 对不对, 好, 咱们来看一下, 绕Y轴旋转, 这是X, 这是Y, 对吧, 现在我们这个曲线可以画出来, Y等于X的平方, 这个图像绘画吧, 咱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图像, 是不是, 好, 这时, 他说了, SE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绕Y轴旋转, 因此, 这时你就想着这个疯狂的在旋转, 这个曲线疯狂的在旋转,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碗, 上面就是一个碗, 好, 那么, 这个碗, 什么体积呢, 是平面Y等于4, Y等于4指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有一个平面切过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计算的就是这里, 它的体积, 这里它的体积, 怎么计算呀, 球体积, 在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么多集课当中, 只在哪里讲了球体积, 像组经说了, 只在定积分那里讲了球体积, 对不对, 好, 老师现在问大家, 我们定积分那里给大家讲, 球体积的时候, 我们思考的路径应该是什么, 咱们首先要看一下, 形成的这个立体的图形, 它是不是一个规则的图形, 如果是一个规则的图形, 我们就不需要用定积分的姿势来做, 对不对, 我们直接把这个体积求出来就行了, 比如说, 它是一个圆锥, 或者说, 它是一个圆柱, 我们的这个球等等这些, 是不是, 但是, 这里它是吗, 完蛋了, 这里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碗, 它不是, 它不是规则的, 是不是,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 那我们只能通过, 咱们, 球定积分的那个公式, 那个公式大家还记得吗, 还记不记得, 定积分的那个公式, 有很多同学说上减下, 上减下指的是什么意思呀, 上减下, 是咱们球面积的时候, 老师说的, 要么就是上减下, 要么就是右减左, 对不对, 这里, 球我们体积的时候公式是什么, 是不是π, 然后接着是A到B, 然后FX, 括号的平方DX呀,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球体积的, 对吧, 清楚了没有, 一定要把, 你看姿势点就混淆了, 姿势点就混淆了, 好, 咱们, 我带大家回忆一下, 那个姿势点是怎么来的呀, 就是一个漂亮的花瓶, 对不对, 好, 一个曲线, 然后这个曲线, 让它围绕X轴, 旋转一圈, 得到了一个, 这个就是很漂亮的这种花瓶, 好, 得到了很漂亮的花瓶, 老师说怎么求这个体积呢, 哎, 这是A, 这是B, 对吧, 这是A, 这是B, 好, 这时我们就把这个花瓶给它切呀, 切呀, 切了好多的薄片, 每一个薄片是不是一个圆形啊, 对不对, 每一个薄片都是一个圆形, 因此, 这个圆, 它再薄再薄, 是不是都有厚度呀, 所以我们就可以, 想要求这个体积的话, 就是把这些薄片, 给它全部累加在一起, 就形成体积了, 因此我现在求单独的一个薄片, 单独的一个薄片, 它的这个体积, 那你看, 它的高度是多少, 比如说啊, 我现在用蓝色的笔给大家画一下, 单独的一个薄片, 它的高度, 是不是DX呀, 就是很小很小的, 对不对, 它的高是DX, 它的底面积为多少啊, 是不是R数X, 它的平方啊, 对吧, 然后乘上π, 对不对, 这就是它的底面积, 你看, 这个就是它的半径R嘛, 这个一个一个的薄片, 这个一个个的薄片, 好, 所以我们就得出了这个公式, 是不是, 得出了这个公式, 那么,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原来是围绕X轴旋转, 我们得到的是这个公式, 那现在它是围绕哪个旋转呀, 围绕Y轴旋转呀, 变了是不是, 好, 围绕Y轴旋转的话, 那么旋转的曲线是哪条曲线, 其实旋转的曲线是不是就这条线, 对不对, 这条线围绕Y轴来进行旋转, 所以形成了这个碗, 所以你看, 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它再给它切成很多薄片, 圆形薄片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横着的这样的薄片了, 对不对, 不再是素着的薄片了, 是不是一个一个圆的小圆片, 然后把它落在一起,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体积, 好, 到这里能不能理解, 有没有小伙伴理解不了的, 理解不了的给我答案,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你看, 现在是不是就变成横的了, 好, 有一些小伙伴是不能理解的, 一期就有点不能理解, 好, 不能理解的, 等一下老师有方法, 你先听着, 你先听着, 老师会有方法的, 那我们来看, 你看, 你现在一个一个这样的薄片, 把它落在一起, 把它落在一起, 所以, 如果我现在抽出一个薄片出来, 我想求这个薄片它的体积, 能不能求出来, 这个薄片, 你看,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圆柱, 对不对, 所以, 它的这个底面半径, 这个R指的是什么, 指的现在是不是X了, 对吧, 现在已经变成X了, 所以, 我们现在得到的是XY, 也就是说, 用Y把X给它表示出来, 那么它的平方, 然后乘π, 这就是R, 这就是R, 好, 再乘上, 咱们ΔY,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写出来的公式, 跟刚才这个就不一样了, 刚才这个是对X来求定积分, 我们现在呢, 就是A到B, 然后是XY, 然后综括号, 它的平方, 前面是π, 对Y来求定积分, 这个意思了, 好, 如果有同学, 听不明白的, 理解不了的, 没有关系, 我就把这个公式, 让你背足, 你就行了啊, 如果说你不能理解老师, 我不能理解, 好, 没关系, 不能理解没事, 那么, 当你发现, 求的是关于我们Y轴旋转的, 求的是关于Y轴旋转的, 这时, 我们的公式, 不再是对X轴来进行求定积分了, 而是对Y来求定积分, 因此这个A到B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Y的上下线, 指的是Y的上下线, 前面还是π, 然后里面你就把它变成, 用Y来表示X, 所以就是X等于什么什么Y, 所以是X, 然后括号Y, 这个函数它的平方, 你记录这个公式就行了, 所以, 这道题我们直接也是一样, 就套这个公式, 那么, 我们Y它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你看, 旋转之后, 这个是Y等于4, 对不对, 是不是从0到4呀, 对吧, 从0到4来进行求定积分, 因此直接带进去, 0到4, 然后是π, 那么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里面写的是, 里面写的是关于Y的, 它的一个函数, 关于Y的函数, 不再是关于X的函数了, 所以, 你看这个函数, 把它变成关于Y的函数, 指的是什么, X就等于根号Y, 对不对, 本来是正负根号Y, 但是你要清楚, 负的是这边, 是吧, 不管是正的负的, 反正只能用一边来进行旋转, 所以直接就是根号Y破号的平方, 然后是DY, 好, 这时我们就有了, 那你看, 里面就是0到4, 然后是YDY, 好, 谁求到得到Y呀, 谁求到得到Y, 来看一下, 谁求到得到他, 是不是等于1分之1Y的平方, 他求到得到他, 对不对, 所以Pi造写, 然后接着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来进行做, 好, 那么把我们的上线和下线都给他带进去, 都给他带进去,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是咱们8Pi减去0, 因此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就是8Pi, 好, 这是最后的结果, 老师把整个程序讲完了, 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来,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好, 有一些同学说, 我为什么就是, 我再把这个思路给大家算一下, 我再给大家把思路算一下, 好, 有一些同学就说, 老师, 我为什么不用这个SE来求呢, 对吧, 你不是说他的这个曲面吗, 好, 请问你, 我们在讲咱们求体积那里的时候, 我们整个课程里面, 有没有在讲旋转面那里跟你说, 体积怎么计算啊, 我们是在哪里, 我们是在哪里, 带领大家来学习, 咱们计算的, 就是体积的计算的, 我们是不是在定积分那里学的, 对不对, 定积分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给大家讲了, 怎么讲的呢, 比如说, 这是一个FX, 这条曲线, 对不对, 我们想要求这条曲线, 它围绕X轴, 旋转之后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图形, 它的体积, 是不是, 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曲线FX, 而不是旋转面, 这个你清楚了没有, 这是第一个要给大家解释的啊, 就是有一些同学, 就这里就晕了啊, 老师, 这什么意思, 你看, 它虽然说的是曲面X1, 所围成的这个图形, 但是, 所围成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但是它的体积, 但是你看, 你在这里找不到姿势点, 跟它对应啊, 你在哪求体积的, 就是由一条曲线, 围绕X轴, 或者围绕Y轴, 形成的这个旋转体, 它的体积怎么求的, 我们只在定积分那里, 这里讲过这个姿势点,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是对谁求定积分啊, 是对这条曲线求定积分, 对不对, 对这条曲线求定积分, 好, 对这条曲线求定积分, 那就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围绕X轴旋转, 还有一种情况是围绕Y轴旋转, 对不对, 好, 你记清楚就行了, 围绕X轴旋转的时候, 我们上下线, 是对X来进行求定积分, 因此是πFX它的平方, 好, 如果你去这样, 你这样记就可以了, 围绕X轴, 那么如果是围绕Y轴呢, 那么也就是A到B, 这个A到B指的就是Y, 它的, Y它的这个范围, 好, 里面呢, 你可以写成FY, 对不对, FY, 好, 它的平方, 那FY指的是什么, 就等于X, 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是用我们Y把X给它表征出来, 好,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考试的一个关键点啊, 所以如果说, 就是这道题四分, 你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那么它是不是就相当于就是四分没有吗, 你可能写一些话, 你就可以说啊, 就是这条曲线, 它围绕Y轴, 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就是旋转面积于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用定积分的姿势来进行求解, 因此我可以写出什么, 就是把这个稍微写一下, 也许里面写错了, 这时你是不是还能拿到一分啊, 拿到二分的, 对不对, 把这个步骤稍微写一下啊, 黄瓜说不能理解, 为什么是根后Y, 为什么是根后Y啊, 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根后, 我不是说了吗, 你要用这个Y把X表示出来啊, 你看, 当我们得到的是圆片的时候, 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的圆片的时候, 这时你一个圆片, 现在我想求这个体积, 我们是不是就是πR的平方乘H啊, H指的是什么, DiY, 对不对, 一个这样的这个薄片, H指的是什么, DiY, R指的是什么, 你看R指的就是半径, 是不是X是不是横坐标, 它的这个长度呀, 所以一定是X, 因此就是X括号Y, 或者你实在理解不了的话, 你就记住就行了, 实在理解不了的话, 你就记住就可以了, 好, 第九题老师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第九题老师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咱们的, 就是答案就是这个啊, 就这样来的, 其他的没有什么, 就是底面几层高, 对, 梅花说的很正确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十题, 讲完第十题, 咱们休息一下啊, 好, 第十题考的是什么呢, 考的是什么, 来看一下, 考的是不是让我们求一个概率啊, 对不对, 好, 求什么的概率呢, 我们来把题目读一下, 他说, 据统计, 在参加某类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生当中, 有60%, 他是本专业的学生, 有40%是非本专业的学生, 其中本专业考生通过的是85%, 非本专业的这个通过的这个通过率是50%, 好, 你看一下, 相不相当于, 相不相当于是我们, 就是, 来看一下啊, 相不相当于, 就是, 莉莉问了一个问题, 咱们等一下答一答啊, 莉莉, 答一答啊, 你先跟着老师来看这道题好吧, 就是如果说不会的话啊, 来, 你看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教师资格证考试呀, 咦, 参加人当中有60%是本专业的, 数学专业的, 然后有40%是什么, 呃, 就是工商啊, 管理啊等等其他专业的, 对不对, 好, 本专业的人, 他们是学习数学的, 他们基础好一点的, 所以他们通过率高一点的, 85%, 然后非本专业的人, 他们的通过率是不是低一点, 50%, 是不是, 好, 那么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的问题是, 某位考生通过了考试, 求该考生是本专业考生的概率为多少, 我现在想问大家, 诶, 他现在是不是想让我们求一个概率, 对不对, 这个概率, 我们在讲概率的时候, 求概率, 我们就需要知道, 他让我们求的是什么事件的概率, 对吧, 什么事件的概率, 好, 你就要想一下, 我把类型判断出来了, 我才能知道用什么方法, 对不对, 我想问大家, 这个是求什么类型的, 你看, 我们概率的类型, 包括哪些哪些种类, 比如说等可能事件, 那我们求概率,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我们公平里面有好多小伙伴已经讲了, 条件概率是吧, 还有就是, 咱们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 同时发生的概率, 以及我们做了N次实验, 发生K次的这样的概率, 对不对, 所以,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下, 这个概率它属于哪个类型, 我才知道用什么姿势点来做,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属于哪个类型啊, 你想想看, 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整个问题是这样的, 叫做, 某位考生通过了考试, 然后问你的是, 该考生是本专业, 本专业的这个考生, 它的概率是多少, 很显然, 有一些同学说, 这不是相互独立事件吗, 这是相互独立事件吗, 相互独立如果问的话, 就是这样, 这位考生他通过了考试, 并且他是本专业的概率是多少, 他是这样问的吗, 不是, 他是说他通过了这个考试, 已经把前提条件告诉了你, 对不对, 他通过了考试, 然后问你, 他是本专业的这个考生的概率为多少, 那我们求这个概率, 因此是不是确定出来了, 是一个条件概率, 在这个条件之下, 在A条件下B发生的概率, 好, 就是在B条件下A发生的概率, 对不对, 清楚了没有, 所以你判别出来之后, 那么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呀,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把条件概率它的公式, 先默写下来, 条件概率的公式还记不记得, 那么在某个条件下, 是不是把它写在这边, 然后A, 然后接着等于什么, P, A, B, 然后笔上P, 我们的这个B, 对不对, 好, 把条件它的这个概率, 给它放在分母的这个位置, 你只要写到这一步, 一到七分的题, 你就已经拿到二分了, 七分的题目, 你已经拿到二分了, 你把类型判别出来, 然后把这个公式默写出来, 步骤分就已经拿到了, 好, 到这一步能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的小伙伴, 给我打一个2, 让我来感受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 你看你把类型判别出来之后, 你立刻就是把这个公式给它写出来, 好, 下面, 我们想要求这个概率的话, 是不是求这个, 对不对, 想要求这个, 想要求这个, 诶, 那么我只需要求什么就行了, 是不是, 我把P, A, B, 和P, B, 给求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咱们就可以算了, 是不是, P, A, B,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什么, 这个, 指的是什么, 来, A指的是, 这位考生, 他是本专业的考生, 对不对, 这个事件, 好, B指的是什么, B指的是这位考生, 他通过考试了, P, A, B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两个事件, 要同时发生, 也就是说, 他既是本专业的考生, 既是本专业的考生, 又通过考试了, 对不对, 就两个事件, 同时发生, 本专业且通过, 非常棒啊, 梅花, 好, 那么怎么算呢, 本专业, 本专业且通过, 哎, 比如说, 我就以梅花为例, 梅花, 它是本专业的可能性是多大啊, 你看我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本专业的, 那么我现在想要它既是本专业的, 又通过的概率, 你看, 它是本专业的可能性是多大, 从题目当中, 你能不能读出来, 它是本专业的可能性是多大, 你看, 它说了, 有60%的可能它是本专业的, 对不对, 我现在不知道它是不是本专业的, 那么我知道它有60%的可能是本专业的, 因此是60%, 然后接着还要求它通过, 好, 本专业通过的概率是多少, 乘85%, 对不对, 所以这是既是本专业, 又通过它的概率, 好, 就满足了我们PAB, 因此就等于这个, 这个就可以把它算下来, 那么想想看啊, 想想看,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AB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你把这个意思弄清楚了, 你就会计算它的概率了, 概率怎么来的呢, 就是事件得出来的, A事件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该生, 它是本专业的考生, B事件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它通过这场考试, PAB指的是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也就是说, 它既是本专业的学生, 并且还要求它通过考试, 那么它是本专业的学生的可能性是60%, 它通过的可能性是85%, 所以这时就是60%乘85%, 算下来之后等于0.51%, 好, PAB分子有了, 现在是不是缺一个分母, PB指的是什么, B指的是什么, 来, 看一下, B指的是什么, B指的是考生通过考试, 对不对, B事件指的就是考生通过考试, 那我问你, 考生通过考试这个概率怎么求啊, 这个概率怎么求, 思考一下, 来, 考生通过考试这个概率, 那我想想看, 是不是可以分两种情况, 对不对, 潜力说得非常好, 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 它是专业的, 对吧, 它是本专业的, 并且它过了, 对不对, 第一种情况,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 它是非专业的, 它也过了, 对吧, 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两种情况, 好, 那么我把它分成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到底哪一个情况, 是咱们这个概率呢, 是它通过考试的概率呢, 到底哪种情况, 是不是它们加起来呀, 对不对, 把它们加起来, 所以我们去写的时候, 它是本专业的, 并且它通过考试, 因此60% 乘85% 好, 然后它不是本专业的, 它通过考试的概率是多少, 40%, 然后乘50%, 所以这时两个加起来, 就是就等于多少啊, 你看上面刚才算出来是0.51, 然后下面算出来是0.2, 所以两个加起来是0.71, 那么我要求你们考试的时候啊, 考试的时候, 我相信到这一步, 其实很多同学都是能理解的, 到这里有一些同学就有点算不出来了, 是不是, 好, 即使你能理解的, 也不要连着写, 不要两个连在一起写, 把它分开写, 写成, 写成第一种情况是, 第一种情况是, 它是本专业的, 并且它通过考试, 那我算出来第一个式子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好, 然后对它求和, 那么这时PB就有了, 因此, 看一下, 那上面比上下面, 那么我们就得出我们这个条件概率, 它的式子了, 是不是, 所以就是0.51比上0.71, 好, 那么你就可以写成71分之51, 71分之51, 咱们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了, 下面呢, 老师给大家把思路梳理一下, 首先你们会掉入第一个坑, 第一个坑在哪里呢, 就是提议理解不清, 有一些同学, 有一些同学, 直接, 我换一个颜色的笔给大家梳理一下啊, 直接在这就蒙掉了, 在这里就蒙掉了, 好, 那么, 说某位考生通过了这场考试, 该考生是本专业的这个考生它的概率为多少, 那么, 这时, 他就把它给跟我们两个事件同时发生, 这两个概念给他吸混了, 对不对, 就不知道是条件概率, 好, 你就问自己嘛, 好, 现在如果说让你计算, 它既是本专业的, 然后他又通过了这个概率, 我们只需要几个条件啊, 只需要这个条件和这个条件就行了, 对不对, 那人家题目为啥还要给你这两个, 为啥还要给你这两个, 所以你的脑子就要想一下嘛, 哎,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我思考的不对, 我再来读一遍, 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没, 好, 这是大家容易录的第一个坑, 录的第二个坑在哪里呢, 好, 这时你把它识别出来了, 把它识别出来了, 这时公式也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AB同时发生, 就是既是本专业又通过, 这个同时发生算出来了, 到这儿不会算了, 就所以就有一些同学问我, 全概率是怎么算的, 对不对, 全概率的公式是什么, 其实这里用到, 就是它虽然让我们计算的就是全概率, 但是你不要从全概率这个角度去理解, 要不然的话你理解不清, 你直接就说, 那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学生他通过了这堂考试呢, 什么时候呢, 他有可能是本专业的, 他通过了这堂考试, 他也有可能是不是本专业的, 他也有可能通过了这堂考试,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分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分布分类, 在咱们求概率的时候也是适用的, 也是适用的, 好, 那么这时我们是不是就求出了PB, 对吧, 好, 就可以得出来了啊, 老师为什么在考试时给大家说, 就是尽量分布写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学生, 他直接连着写的, 他0.51加上0.2等于0.53, 他是不是做错了, 所以这道题他本来可以得很高的分数, 就是因为他连着写, 步骤分都少拿了, 步骤分都少拿了, 直接判错了, 如果他分开写的话, 你看这个步骤分, 这个步骤分是不是都拿到了, 所以我们每一次去写咱们简答题的时候, 一定能分开的你就分开写, 这样即使你出了错, 也不影响你拿步骤分, 清楚了没有, 好, 那么下面, 咱们这道题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这道题听清楚了没有, 就理解了没有, 有没有同学, 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理解的, 好, 来, 老师看一下, 了解一下啊, 只写令该真, 是本专页, 事件为A, 直接写了一个PA的值, 扣分的笔值, 好, Sin-Sin, 我觉得, 你这样书写的话, 首先, 第一个就是, 你如果只写了这个的话, 等一下啊, 说只写了, 你答疑的时候再回答你吧啊, 我现在也就是, 就是有点来不及反应过来啊, 好, 这道题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那么咱们就休息一下啊, 这道题就是应该是, 咱们同学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写成分数, 可以写成分数啊, 可以写成分数, 如果说, 你写成分数的话没有问题, 然后你写成这个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理解这个意思吧, 这个说一下, 好, 下面咱们休息一下, 然后给大家讲十一题, 然后有一些同学说答题不规范, 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答题不规范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你只要不写错就行了, 就是我们教师资格证考试, 你要是去看那些试卷的话, 真是, 就是跟高考的试卷是天然的, 其实是就是那种, 你不要以高考的那个试卷, 来要求咱们教师资格证的试卷啊, 如果真的让你们去阅卷的话, 有的试卷真是把你的大牙都能消掉, 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书写的时候, 有什么不正确的呀, 或者怎么样, 就书写不规范, 这没事的, 只要你书写正确就行了, 步骤多, 然后把步骤分该拿到的拿到, 其他的没有什么, 没有写公式的话, 神神, 这是老师不建议你的, 你还是要把公式写上啊, 就是每一次用到哪个公式, 就把哪个公式写上, 好, 在这里我说一下啊, 有一个可能有的同学还会出现一个错误, 我们等一下再听课啊, 有的同学可能把这直接P, AB, 他写成PA, 成PB了, 那么对还是错呀, 对还是错, 对还是错, 我现在问大家, 错, 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说A和B是两个相互独立事件吗, 没有说, 对不对, 所以不能写成这个, 而只能写成这个式子, 理解这个意思吧, 这是能用公式的, 咱们要把公式写上, 能用公式把这个公式写上, 不能用公式的就不能写, 理解这个意思吧, 你看, 我们A和B同时发生, 因此, 我们就是用这两个概率来进行相成,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这个, 所以一定要清楚, 红蛙, 就是我老师上课的时候就给大家强调了, 想要去用这个公式, 前提条件是什么, 这两个事件它必须是相互独立的, 人家告诉你了没有, 没有, 你就不要这样写, 好, 清楚了吗, 这个我一定要给你们强调的, 我刚才都忘了啊, 好, 下面听歌啊, 来, 现在是, 就是零九, 那么, 然后我们听到, 咱们十, 十四吧, 清楚了吗, 好, 其他的没什么啊, 七岁多了, 八岁了马上, 所以跟你们已经是那个, 咱们就开始了啊, 都回来了吧, 我们不听了啊, 对, 凭笑水啊, 等很多, 就是有点分不清啊, 确实是, 就是那个啥, 对不起大家, 好, 下面我们开始上课啊, 来, 下面, 我们一起来看, 咱们第十一题啊, 这道题呢, 是我认为这张试卷里面, 最不好拿分的一道题, 步骤分都不太好拿, 真心的啊, 步骤分都不太好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这个就是, 就是这张试卷里面唯一的一道, 步骤分不太好拿的题目, 他说, 在平面, 有界区域内, 那么, 由连续曲线, C所围成的一个封闭图形, 让我们去证明, 存在时速可C, 使得, 直线Y等于X加上可C, 评分, 我们该图形它的面积, 好, 这很抽象, 是不是, 所以老师把图给大家画一下, 现在, 我把它, 画到一个直角坐标系里面, 我换一下颜色的笔啊, 好, 我把它画到一个直角坐标系里面, 我清一下啊, 画到一个直角坐标系里面, 现在, 如果我在这儿, 有一个, 他说了, 由连续曲线, C为成的一个封闭图形, 这个图形可不可以, 对不对, 逆袭非常棒, 你已经有思路了, 那么, 是不是, 你看我这, 写一个C在这儿, 是吧, 它是一个封闭的曲线, 连续的这个曲线, 好, 那么, 连续的这个曲线, 就可能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 对吧, 现在我画的这个圆圈, 它里面是不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好, 现在有一条直线, 它把我们这个封闭的图形, 它的面积平分成两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条直线,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 整个面积就等于S, 对不对, 整个面积就等于S, 好, 现在我来问大家, 我可不可以把这条直线给表示出来呀, 他说存在一个可C, 存在一个可C, 把我们这个平面, 它的面积平分成两份, 平分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分成两份, 面积是相等的, 对不对, 左右两边, 或上下两边, 面积是相等的, 是吧, 好, 那么这条直线, 我们在直角坐标系里面, 能不能画出来呢, 我可不可以画出一个最简单的, 我假设可C是等于0的, 可不可以, 那就画Y等于X这条直线, 好, 我现在画Y等于X这条直线, 这条直线它指的就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斜率等于1, 对不对, 因此夹角就是45度, 是吧, 与X轴, 它的夹角就是45度, 好, 这条直线有没有把我们这个封闭的图形, 它面积分成相等的两半啊, 有没有, 来看一下有没有, 现在的确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如何下手啊, 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就来思考呀, 对不对, 你先把图画出来嘛, 画出像样的图, 我们是不是才能做, 对吧, 很显然, 我画的这条直线是不符合要求的, 如果说我把这条直线往下平移一些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可C, 使得我们, 比如说我平移到这来, 那么这时, 我是不是把这个图形给它平移分成了两份, 一份是S1, 一份是S2, 对不对, 好, 有了S1和S2, 是吧, 好, 那么这时这个点, 这个点它的坐标是多少, 是不是零可C呀,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这条直线它也就Y等于X加上可C,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可C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些同学说是结句, 的确, 就是结句, 结句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一条直线, 它与外轴它的焦点的纵坐标, 清楚了没有, 好, 也就是这一段纵坐标, 你想, 与我们Y轴它的焦点是不是这个点, 所以可C指的就是这个纵坐标, 清楚了没有, 结句就是我们的纵坐标, 就是焦点与Y轴它的焦点的纵坐标, 好, 那么现在, 我想问问大家啊, 我们想要求的是什么, 求的就是S1等于S2, 对不对, 然后找到这样的一个可C, 对吧, 使得我们这个S1等于S2, 好, 那么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可C是多少呀, 其实我可以把这个方程直接, 这个直线直接另成Y等于X加上A, 如果当A等于可C的时候, 那么S1是不是就等于S2了, 对不对, 我另这条直线, 它是Y等于X加上A, A呢是一个变量, A可以随意变, 只有它变化了, 我们才能找到这个可C, 使得我们S1等于S2, 是不是,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好, 那我现在问大家, 如果说我现在把这个图给它重新画一下, 画大一点, 画到这来, 那你看一下, 我现在在这的时候, 是不是平分它, 这条直线, 我是不是平分它, 使得有X1和X2, 那么我往上可不可以移一些, 往上, 能不能移一点, 往上移的时候, 往上移的时候, S1和S2之间是什么关系, 往下移的时候, S1和S2是什么关系, 当我们A变大的时候, 咱们这条直线是不是往上移呀, 对不对, 当A变大的时候, 老师的思路, S1A, 好, 那么S2呢, 它也是跟A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出, S1A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表示的就是, 我们A与S1之间的这个关系, A变大了, 好, 我们S1就变小了, 那么A变小了, S1就变大了, 那我接着也可以用A作为一个字变量, 来表示出我们面积S2, 它的函数, 所以也就是S2A, 对不对, 我们想求的是什么, 就是他俩相等, 这时我们A是等于可C的, 对吧, 想求的就是他俩相等, 这时A是等于可C的, 好, 想要求他俩相等, 其实就是他俩做X之后等于0, 对不对, 想想看, 想要求他俩相等, 是不是就是他俩做X之后等于0啊, 他俩做X之后等于0, 就是他俩相等的, 好, 我现在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方程, 也就是S1A-S2A, 那么它等于0, 想要求的是什么, 求的就是这个A, 把这个A求出来等于可C就好了, 对不对, 我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了, 那么想要求一个方程有解, 想想看, 方程有解跟什么姿势有关系, 方程, 这个方程有解, 如果说我想把这个方程写出它对应的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与我们X轴有交点, 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我就构造出一个函数, F大A它等于S1A减去, 好, 这里我滑掉啊, 那么S2A, 这时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出这个, 对吧, 那么我就想知道这个函数, 它与X轴有没有交点, 如果有交点的话, 那么它就等于0了, 对不对, 你想, 一个函数, 如果老师在这画一个图, 我这个函数, 我随便画, 我如果画成这样, 它的图像, 那么它与X轴就没有交点, 因此它的纵坐标就不可能等于0, 对不对, 它的函数值就不可能等于0, 当它与X轴有交点的时候, 那么对应的纵坐标才是等于0的, 对不对, 对应的这个才是等于0的, 好, 所以我就先, 现在就想求FA这个函数, 它与我们X轴有没有交点, 这个函数它是不是连续的呀, 它是不是连续的, 我想问大家, 是不是连续的, 你看, SEA, 它是随着A连续变化的, 我们S2A, 它随着A也是连续变化的, 因此, 它俩做X之后, 是不是也是连续变化的, 所以这个函数是连续的, 我现在就问大家, 连续的函数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呀, 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连续的函数, 有借的, 有最大值, 最小值, 然后借值定理, 0点定理, 这个是不是我们B区间上连续的函数, 它具有的四个性质, 这是老师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现在问大家, 这个FA, 它等于SEA-S2A, 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能不能求出来, 能不能求出来, 想想看, 有没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这条线跑到这里来了, 我这条线跑到这里来了, 我SEA是不是就等于0啊, S2是不是就等于我们S呀, 因此0减S是不是就等于负S呀, 对吧, 好, 你来看一下, 那么如果我这条线跑到这来了, 跑到这里最下面这来了, 那么S1是不是就等于所有的这个面积S了, S2呢, 是不是就等于0了, 因此它是不是就等于S,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函数, 它其实是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它的最大值呢就等于S, 最小值呢就是负S, 因此现在我们函数值, 老师想清一下评啊, 老师不在这个屏幕上写了, 老师换一个评, 那么我们FA, 它是不是属于咱们负S到S之间啊, 对不对, 好, 你现在FA在负S到S之间, 那么我想问问大家, 是不是存在一个可C, 指的我们F可C, 它是等于0的呀, 你看, 你在负S到S之间, 中间必然是有一个是等于0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一定存在一个可C, 使得我们S1可C等于S2可C啊,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了, 这里你用介质定理是可以的, 用0点定理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你看, 我一个是小于0, 一个是大于0, 因此我中间必然会存在一点, 使得它与X轴相交, 对不对, 0点定理可以, 那么我们介质定理呢, 你看一下, 现在咱们, 我如果说给大家, 把这个直角坐标系画出来的话, 你看, 这里是负S, 这里是S, 那么我用介质定理, 你想, 你现在我们FX, 它是在负S到S之间, 那我把这个图像画出来, 是不是必然有一点, 它对应的是这个0啊, 对不对, 所以也一样, 我用介质定理是可以做的, 用0点定理也是可以做的, 清楚了没有, 所以这道题, 比较难理解啊, 比较难理解,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过程, 因此你看, 证明的步骤在书写的时候也是一样, 都没有什么就是书写的这个步骤, 都是没有证明的步骤, 都是描述的这个步骤, 所以我说这道题步骤分都不太好拿, 是不是, 所以老师再总结一下啊, 其实, 我们想要找的是什么呢, 老师再总结一下啊, 咱们想要找的就是, 现在, 我们想要找的就是SE, 我换一个颜色的笔在这儿, 画一下啊, 写的还是, 还是可以的啊, 那么来SE等于, 这个SE等于S2, 这是我要想找的, 然后我换一个casi, 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去构造, 构造一个, 把这个方程给构造出来, 把这个方程给构造出来, 那么, 然后这时, 我就想他俩作差等于0, 他俩作差等于0, 那么, 就是我想要求的,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方程, 可是, 他俩作差等于0这个方程, 很出现啊, 我解不出来呀, 我怎么办, 这时我就想到, 哎, 那方程有解, 我就可以把这个方程对应的函数, 给他写出来, 构造出来, 那就求这个函数, 他有没有, 与X走有交点, 对不对, 他函数有没有0点, 对不对, 就可以了, 所以, 我们去书写的时候, 那么, 也就是这样, 就是描述, 就说, 咱们这个曲线, 它是连续的, 因此, 我们Y等于X加上casi, 它将咱们, 封闭的这个区域S, 给它分成了X1和X2, 两个部分, 而, 我们, X1, X2, 它俩是关于我们可c, 是连续的, 每一个部分关于可c, 都是连续的, 因此, 那么, X2-X1, 也是关于它是连续的, 所以, 我就构造出一个这样的函数, 那么, 它这个函数呢, 也是连续函数, 我就可以求出, 它的最大值是S, 然后最小值是-S, 所以, 我就通过介质定理, 得出了这个结论, 好, 那么, 这是, 就是整个书写的这个过程, 因此步骤分都不太好拿, 这个, 这道题确实难, 所以这道题只要在上面写字的, 基本上都会给一分啊, 两分的, 就只要写字的都会给, 像这种分, 就是不是大家都觉得难, 确实是, 确实是它, 就是很抽象的, 考研的学生这种题都不一定做得出来啊, 好, 这是我们的第十一题, 就给大家讲到这啊, 其他的没有什么, 就是很难啊, 好, 写个解当然没有分了, 你最起码的像这些话, 你要写一写嘛, 对不对, 把图给他画一画呀, 是不是, 像你写个解哪有分的, 你不是, 是不是, 好, 下面咱们来看第十二题啊, 十一题老师就给他讲完了啊, 来看第十二题, 这道十二题这个文字题, 它是不是送分的呀, 来看一下, 写出平行四边形和时速它的定义, 并说明定义的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它的定义是什么, 有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所以这个就写出来了, 然后时速它的概念是什么, 有理素与无理素通称为时速, 对吧, 定义的方式分别是什么呢, 定义的方法分别是什么, 平行四边形这个定义的方法叫做, 数加总差定义法, 时速这个叫做什么, 揭示外言定义法,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上课给大家讲的, 这个七分你一定要拿到, 而且要拿全分, 好, 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这个如果我没有写出来,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只要写出揭示外言就行了, 写到这儿, 你看, 写了大概有四十几个字吧, 四五十个字, 那么七分就拿到了, 好, 这个没有什么可讲的啊,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的姿势, 你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没什么可讲的, 也没有什么需要分析的, 这是咱们第十二题文字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三题, 第三十三题它说, 请用伪达定理, 请以伪达定理为例, 来减速设置选学内容它的意义, 我现在问大家, 这道题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在考试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就是, 就是自己做的时候有没有思路啊, 这道题, 有没有思路, 就在书上, 就是我们讲教学, 教学知识那张, 就是我们第一次, 就是教学建议和我们这个教学设计那里的第一节课, 给大家讲的内容,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高中课标下来, 就给大家讲的定义, 高中课标下来就给大家讲的定义啊, 好, 来没有思路是不是, 老师给你滑一下, 你思路就清晰了,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问题, 这里给大家滑掉, 你不要看藏, 叫做请减速设置选学内容的意义, 请减速设置选学内容的意义, 会吗, 也不会的话也没事, 我把这个选学给大家再滑了, 叫做请减速设置数学内容它的意义, 请减速设置数学内容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姿势老师上课的时候在哪给他讲过, 数学内容它的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数学内容选择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在哪给大家讲过, 你看那个姿势点可不可以用来答这道题啊, 所以有一些同学说, 老师你给我们的这个简答题太少了, 其实老师给大家的简答题, 你变变形就是一个新的题目呀, 你看, 他把它一变是不是这个题目, 他把它一变是不是这个题目,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我现在换一下, 叫做请用勾股定理来阐述一下, 咱们数学内容它的设计的意义, 请利用平行字边形性质来阐述一下, 我们数学内容设置的意义, 可以变的题目就太多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英文老师他说的非常正确啊, 虽然是英文名字, 但是数学掌握得很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阐述, 我们选修课它的意义, 内容设置的意义, 符合社会的需求, 符合我们, 咱们就是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 符合我们学科它的内涵, 以及符合我们的这个心理特征, 是不是, 好, 很明显这个伪达定理好像跟我们社会没关系, 对吧, 所以社会我可以不写, 我只写两点行刑, 完全可以, 好, 这道题咱们怎么答呢, 怎么答呢, 上来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刚才有一个同学在公屏里面说的非常好, 他说我没有什么想法, 我现在直接把伪达定理默写出来行不行, 你把伪达定理默写出来, 你就可以拿分了, 那么我们选修的内容, 选修的这个内容当中, 在考试时, 就不是在考试时啊, 就是选学的这个内容, 供我们学生选择的这个内容, 那么伪达定理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当我们知道了一个方程, 它的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表达出它的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这个表达式是AX的平方加上BX加上C, 那么等于0, A不等于0, 这时我就可以得出X1加上X2等于什么, 然后X1乘X2等于什么, 好, 这是伪达定理对不对, 它的逆定理你要是知道, 你也可以把它背下来, 把它默写下来, 好, 那么直接把这个默写下来, 这个内容作为选学的内容, 它具有的意义如下, 好, 然后你再写几点, 即使你啥不知道你这时候, 你是不是框片几条上去, 像这样书写出来的, 像这样书写出来的, 三到四分是可以拿到的, 清楚没有, 清楚没有, 伪达定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了, 好, 那么我们把伪达定理首先答出来, 完了之后就说, 这样的选学内容, 它设置在我们, 就是设置我们选学内容, 它的意义如下, 第一条呢, 就跟根据我们数学学科的这个内涵是相关的, 我们在, 咱们, 我们就可以写, 我们在必修里面, 学生需要掌握的相关的这个数学姿势, 体现的是什么呢, 体现的是全面性和系统性, 是不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广和深, 对吧, 我们数学的内容要求广和深, 是不是我们就体现出来了, 是全面的, 是系统的, 有深度的, 姿势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有浅度深的, 好, 这时你就可以这样来进行书写, 但是, 我们, 赐质选修内容, 就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多样性的选择, 好, 把它一写就行了, 所以第一个, 就可以这样呈现, 也就是说, 与我们学科特征, 它的内涵有关的, 就这样写, 好, 那么跟我们学生心理, 生理发展的这个特征有关的, 咱们为什么要设置选修的内容啊, 想想看, 为什么, 其实是不是就是为了来拓展我们学生啊, 对不对, 来使他的思路更为开阔, 然后培养他的个性, 然后发展他的兴趣, 他的特长,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学科, 都是希望咱们的学生呢, 能够就是发挥他们的特长, 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 来体现他们的不同之处, 好,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来写, 拓延我们的这个, 拓宽我们学生的这个知识四眼, 然后开始丰富那样, 丰富多样, 然后内容有弹性的这样的选修的课程, 然后促进我们学生潜在的这个能力, 以及他们个性的这个特长, 充分的这个发展, 就行了, 好, 那么你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 就是这些话你可以去读一读, 如果自己说不出来, 就是写不出这些话, 没事, 你用自己的语言, 用上课老师给大家讲的那些语言, 把它表达出来即可, 清楚了没有, 好, 那么这时最后的时候, 你还要总结一下, 那它不是让我们以伟达定理为例吗, 对不对, 你看, 我刚才把伟达定理默写出来了, 然后讲了两点, 选学内容, 它的意义, 然后接着我就以伟达定理为例, 它怎么体现出选择的这个多样性呢, 好, 这个内容的选择, 它可以为我们高中学习, 解析几何, 是吧, 平面几何, 做铺垫, 另外呢, 也能够培养我们学生, 这个就是, 比如说他学习数学的这个积极性, 然后能够激发他研究数学的动力, 好, 就行了, 好, 就这些, 回去之后把它读一读, 就是潜力说的, 哎呀, 老师, 我有点想不到这么多点, 没事, 你用自己的语言, 那么它表达出来, 写上, 那么相应的三段话出来就行了, 所以, 首先第一个就是把伟达定理是什么, 表达清楚, 然后就说, 以伟达定理为例, 我们这个选修课程, 它设置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满足我们学科的特点, 那么从知识与技能这个角度出发的, 好, 第二个呢, 就是符合我们学生, 他的心理, 生理发展的特点, 是发展我们学生他的特长, 以及兴趣的, 培养他的个性的, 然后直直到, 说一下, 那以伟达定理为例, 这个内容的选择, 学习, 可以为我们到高中时, 学习什么什么做铺垫, 而且也能够激发我们学生, 他的学习的动力, 就行了, 所以把这个简阅的, 简阅的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达清楚, 计考, 好, 这就是我们文字题, 下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咱们简答题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简答题, 老师要求大家拿多少分呢, 你看, 刚才的那两道文字题, 14分, 我想你们拿到11分, 就是10分到12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对不对, 好, 应该10分到12分, 没什么问题, 就是反正说, 你拿个10分加, 对不对, 好, 那么我要求大家是什么呢, 35分, 你只要拿到21分就行了, 也就是保证, 拿到21分, 基本上你就能够过了, 你看加上前面的30分, 你就已经得到51分了, 你要知道, 我们后面还有多少分呢, 还有多少分, 你这里如果拿到51分的话, 你算一下, 后面还有75分呢, 对不对, 你75分, 只需要拿40分, 你就肯定稳稳的能过了, 理解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吧, 所以, 这个就是要求大家啊, 5道简答题, 35分, 拿21分就行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简答题, 一般情况下, 我们考试的时候, 10分的简答题, 说实在的, 如果你能拿到4分, 就非常不错了, 拿到4分就非常不错了, 一般情况下, 很多同学可能拿两三分, 咱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我们能拿几分呢, 来看啊, 叫, 让我们计算的是什么呢, 首先, 第一个给出来了, 我们线性空间, R3, 然后, 椅子向量是这个, 然后向量是这个, 然后向量是这个, 然后接着, 位一是这个, 位二是这个, 然后位三是这个, 好, 这是他给出来的题目, 对不对, 然后接着, 让我们去求, 我们子空间位三, 它的维度, 以及子空间位三, 它的一组标准增交机, 为多少, 好, 我现在问大家, 为数还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还知不知道, 为数指的是什么意思, 清楚吗, 就是它的一组机, 个数, 对不对, 还有印象没有, 说到这, 能听得懂的给老师打一, 听不明白的给老师打二, 就让我们求子空间, 它的为数, 我掉线了吗, 子空间的为数, 好, 有一些同学, 这又有点不会了, 为, 为, 我们子空间的为数, 为数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组机, 它的一组机, 然后机的个数, 机的个数, 就是子的个数, 好, 对, 很多同学已经到了字, 字的这个, 矩阵的字了,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 你就清楚, 是个数, 让我们去计算, 它的机的里面, 一组机, 机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一组线性不相关的, 这样的, 向量组, 那么, 其他的向量, 这个子空间里面, 其他的向量, 都可以由这一组机, 表示出来, 对不对, 我从这个子空间里面, 任意写出一个向量, 比如说, 一塔三, 任意写一个向量, 一塔三, 它是不是就可以由机, 把它表示出来, 对吧, 比如说, K1, 然后阿发1, 加上K2, 阿发2, 等等这些, 这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的, 好, 这个就是机, 然后接着, 机的个数, 就是我们子空间, 它的维数, 下面, 我们来看, 这道题, 咱们这个V3, 在哪呢, 在这儿呢, 对不对, 好, 拿分点来了, 其实你也不会算, 但是没关系, 那么我可不可以, 你看, V3它等于什么, 等于T1, 一塔一, 加上T2, 一塔二,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时, 我们把V3, 它的形式告诉我们了, 一塔一和一塔二指的是什么, 你看, 一塔一在V1里面, 在这个里面, 一塔二呢, 在V2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就可以把, 一塔, V3, 给它表示出来, 所以, 我们现在, 在我们V3里面, 可不可以任意选一个向量啊, 假设说, 是一塔三, 一塔三它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T1, 然后是一塔一, 加上T2, 然后是一塔二, 对不对, 好, 这部你总归会写吧, 对不对, 不是说了吗, V3它是等于这个的, 所以, 我现在在V3里面, 任意的选一个向量, 一塔三, 它就可以用一塔一和一塔二, 表示出来, 那么, 一塔一和一塔二又表示什么呢, 它是一塔一来源于V1, 因此, 我们T1就要乘V1里面的东西, 所以也就是Lamita alpha1, 加上U alpha2, 对吧, 好, 然后接着一塔二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咱们V2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T2乘K, 然后再乘上α3, 如果我把它展开的话, 也就是T1乘Lamita, 然后乘上α1, 加上T2, T1乘μ, 然后α2, 再加上T2, K, 然后是α3, 好, 到这一步能不能跟上, 你看, 如果说你写到这一步的话, 基本上, 根据我们四卷, 这个月卷的情况, 就会给你一到二分, 给你一到二分, 你看, 这个就是带路, 对不对, 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好, 写到这里, 我们来观察一下, 咱们V3里面任意的一个向量, 它是不是都可以由这个表示出来呀, 对不对, 是不是都可以由这个表示出来, 好, 这是向量, 这是向量, 这也是向量, 所以前面这个是不是系数呀, 前面这个是不是系数呀, 前面这个是不是系数, 所以既然是系数, 我可不可以写成K1, 然后是α1, 加上K2, α2, 然后加上K3, α3, 好, 到这一步能不能理解, 就是你既然都是系数, 那我就不要这么多系数了, 我令T1乘lomida等于K1, 令T1乘mu等于K2,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对不对, 然后令我们K3, 它是等于T2乘K的, 所以这时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来啊, 有一个同学说, 老师再讲一遍, 这个就是一个带路的过程, 你自己写一下啊, 潜力, 你自己写, 就是一个带路, 没有任何思想在里面, 好, 如果老师现在, 把刚才的这个ETA3, 重新写一遍的话, 那么就是K1α1, 加上K2, α2, 再加上K3, α3, 我想问大家, 这儿你能够回忆起, 我们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的什么姿势, 也就是说, 一个向量, 它可以由另一些向量组, 把它表示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 也就是我们为3里面它的向量, 为3里面的向量, 那么所有的这个向量, 任意的一个向量, 都可以由α1, α2和α3, 把它表示出来, 对不对, 好, 如果说现在α1, α2, α3, 它们自己是线性无关的, 那么我们α1, α2, α3, 是不是咱们这个子空间, 为3它的一组机呀, 对不对, 是不是, 从这里是不是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如果说它们是线性无关的, 那么它就是我们为3的一组机, 因此为3的为数就等于3, 对不对, 如果说它们是线性相关的呢, 好, 这时它们极大线性无关组, 就一定是我们为3它的一组机, 所以, 这时我们直接就是求咱们α1, α2, α3, 它是线性无关的, 还是线性相关的, 好, 有一些同学说, 老师, 其实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地方, 我都有点没有听懂, 没听懂, 没关系,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啊, 遇到这一类题目, 我们已经总结出来规律了, 比如说, 那天老师给大家讲的一个正交机的题目, 它是不是给出了一个咱们的这个项量, 对不对, 然后让我们费了好大的劲, 求出来之后我们发现, 就是对这一组项量来求正交机, 是不是,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发现理解了刚才一大陀螺, 理解了好多, 发现其实还是回去求这三个项量, 它的质, 所以以后遇到这一类题, 直接算字就可以拿到步骤分了, 清楚了没有, 好, 那么接着, 你直接, 当然你刚才这个带路, 你肯定要带一下嘛, 是不是, 你直接带, 带进去之后, 那下面我就不给大家写了, 我就以这个为例, 那么你直接带, 是不是就带到这一步, 对吧, 直接带给它带到这一步, 因此你就可以说, 一塔三, 它是属于我们为三的, 也就是说, 它是我们子空间里面任意的一个项量, 因此, 我就可以得出, 是可以用rfa1, rfa2, rfa3, 来进行线性组合的, 就是它可以线性表示出, 我们的这个一塔三, 因此它的字, 就等于我们这个位三, 它的为数, 所以你直接把这个写出来就可以了, 直接把写出来, 因此我们直接算它的字, 好, 来, 算一下它的字, 想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用我们行阶梯形举阵, 这里老师就不给大家再算了, 行阶梯形举阵, 就是以它作为我们的基准, 然后乘负2, 加到第二行当中去, 乘负1, 加到第三行当中去, 然后就可以算了, 所以我们发现, 它的字是等于2的, 因此,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V3, 这个子空间, 它的为数是等于2的, 所以2就有了, 清楚了没有, 所以以后, 就是这是17年下半年考的, 18年下半年有没有可能考, 也有可能考, 所以以后它给你一组向量, 那么中间给你来了很多, 加大难度的, 那么接着, 你就把这个该带的, 你会做的步骤, 你给它写一写, 不会的, 直接就把这个向量的字求出来, 然后就说维数是这个, 中间漏的这个步骤分, 它可能会给你扣掉, 但是最起码, 你这道题能拿到三分左右, 扣一个一分也没什么, 是不是,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既然我们已经求出了, 子空间它的维数了,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一组机里面有几个向量啊, 有两个向量, 对不对, 所以它让我们求一组标准证交机的话, 让咱们去求一组标准证交机的话, 那么我们也, 你看既然是两个向量, 老师说过, 就是它的极大线性无关向量组, 所以直接就是阿发一阿发二, 好, 如果到这有一些小伙伴也不能理解的, 没事, 你每一次当遇到是阿发一阿发二阿发三, 三个向量的时候, 你直接选阿发一和阿发二, 作为一组, 咱们线性无关的向量即可, 直接选阿发一和阿发二, 好, 这时我们想要去求咱们的一组标准证交机,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组线性无关的阿发一和阿发二, 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套工时求他俩两两证交, 然后呢, 他说了要求的是什么, 要求的是标准证交机, 所以你套工时两两证交, 求出来的是证交机, 是不是还差一个步骤, 还要对求出来的内容进行单位化, 非常棒啊, 非常棒, 这些姿势你能回忆的起来, 这道题你就做出来了, 其他的没有什么, 所以剩下的就是运算, 好, 来,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他的一组极大线性无关组, 就是咱们的阿发一和阿发二, 所以我直接令β一就等于阿发一, 然后β二它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公式, 对不对, 直接套这个公式就行了, 好, 就可以算了, 那么我说一下这个公式, 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又忘记了, 这个阿发二直接把它带进来就可以, 就是这儿的, 那么这个怎么算呀, 这个怎么算, 算的是什么, 算的是内积,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他俩点层, 对吧, 他俩点层内积, 就一层二, 加上二层一, 再加上一层四, 所以是分子, 然后分母呢, 就是他, 也就是说他自己跟自己内积, 就是一层一, 再加上二层二, 再加上一层一, 所以就有分母了,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出β2, 好, β1和β2有了之后, β1和β2都有了, 那么这时我们才得出了正交接, 接着我们是不是要对他单位化呀, 单位化怎么做, 就是用β1比上β1它的什么, 范数, 对不对, 比上它的范数, 那么β2再比上β2它的范数, 范数怎么求啊, 大家还会不会, 范数怎么求, 这个就是单位化的过程, 把它单位化, 范数怎么求, 范数就是来它的平方, 就是它的磨藏, 相当于它的平方, 加上它的平方, 加上它的平方, 然后开根号, 对不对, 非常棒啊, 非常棒, 好, 这个姿势都能回忆的起来, 这道题就可以做出来了, 你看, 其实就是机械的步骤, 就是机械的步骤, 好, 第十四题, 那我觉得如果通过我这样的一个讲解, 咱们今年考到这个题的话, 对大家是有利的, 对不对, 你就按照这个来做, 最起码你把这些公式默写默写, 这道题你拿六分, 是很有可能的, 是吧, 好, 那这是我们第十四题, 本来第十四题是有难度的啊, 但是如果它考到这个的话, 我觉得对大家是有利的,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题, 来, 课在哪, 我去听一片回放啊, 阿芬, 课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 现行怠速给大家讲的内容, 你去听一下, 你听完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好简单,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五题, 第十五题, 老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有一个同学上课的时候就问他, 问老师了, 说, 数学文化, 你在上课的时候讲了吗,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没有讲, 确实没有讲这个姿势, 因为我们要求的, 大纲要求的内容, 教学知识, 学科知识, 还有数学, 就是我们高等数学的内容, 初级中学的内容, 里面每一次提到数学文化的时候, 就提这四个字, 从来没有把数学文化展开来给大家讲过, 所以我们所学习的所有的这个资料里面, 就没有关于数学文化, 它的这个解释, 因此我们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整理知识点的时候, 就没有整理到这个知识点, 清楚了没有, 所以他确实在所有的这个知识点里面, 都没有提, 他每次提到它的时候都是这四个字,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四个字是怎么考的呢, 咱们来看一下, 他说以勾股定理为例, 那么来说明咱们数学教学当中, 如何渗透数学文化, 我现在就想问大家, 这个六分, 我能不能拿一些分呢, 你看, 勾股定理如何渗透数学文化, 我们数学文化, 在你们的印象里面指的应该是什么, 指的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去想数学文化, 你就会想到什么东西, 好, 有些同学说是数学的故事, 还有呢, 故事, 对不对, 数学思想, 还有就是我们历史, 历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历史人物,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数学文化, 好, 那大家提到了这么多东西, 你想想看, 跟数学, 跟勾股定理有关系的是什么, 一提到勾股定理, 你立刻想到的是什么, 在你的脑海立刻想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 毕达格拉斯, 还有呢, 还有, 我们就跟中国人, 关系非常大的, 是谁呀, 是造爽悬途, 对不对, 所以, 这时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你看, 我第一个可以写出来的就是, 那么, 在勾股定理里面, 有关于, 咱们, 毕达格拉斯, 赵爽等, 一些数学家的故事, 因此,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故事, 来, 向学生渗透我们的, 这个数学文化, 对吧, 所以, 最后一点, 你肯定是能答得出来的, 也就是你们讲义当中的, 你这个讲义当中的, 也就是说, 我们体会到的是, 就是通过这节课的这个教学, 怎么向学生渗透数学文化的呢, 就是在导入的时候呀, 或者是在我们勾股定理, 它的证明的过程当中, 引出我们数学家, 毕达格拉斯, 他发现勾股定理的故事, 以及造爽, 利用造爽悬图, 证明勾股定理的这样的故事, 来, 向我们学生渗透, 咱们中国以及外国的一些, 跟数学相关的历史文化, 那么让我们学生去感受这个文化, 然后接着体会我们数学的文化, 对不对, 所以, 这是不是一个地方可以渗透呀, 在导入呀, 在证明过程当中, 我就可以向他讲这些历史故事, 然后渗透我们的数学文化, 好, 刚才咱们说了, 数学文化除了, 我们数学的这些数学家, 还有咱们的数学里面的一些小故事, 接着我们, 接着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你看, 提到了有数学思想,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数学文化, 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历史背景之外, 还有数学思想, 以及我们数学的思维方式, 因此你在这节课当中, 如何渗透数学思想, 如何渗透数学思维方法呢, 数学思想怎么渗透的, 你想看, 你交勾股定理, 你能告诉大家, A的平方加上B的平方等于4平方, 这就是股股定理, 你能这样做吗, 不能, 对不对, 所以你是怎么做的呢, 你是先给它展示了一个这样的直角, 等腰直角三角形, 然后等腰直角三角形, 我们每一个边, 它所对应的, 以及大三角形, 它的这个面积, 三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有塑形结合在里面, 塑形结合的思想, 转化的思想, 以及我们先从等腰直角三角形开始, 然后说普通的直角三角形, 也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是不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思想啊, 所以你看, 我是怎么渗透数学思想的呢, 那我在讲这节课的时候, 首先就是用特殊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它的两个腰以及斜边所对应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 进而带领学生发现了我们等腰三角形, 三条边之间的数量关系, 体现了塑形结合的思想, 而将我们数量关系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面积, 因此也有转化的这个思想, 最终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直角三角形当中, 也发现了咱们具有勾股定理这样的一个特征, 因此从特殊到一般的思想, 在证明的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体现这样的数学思想, 因此你就可以把这些话写出来, 你看, 先是利用什么, 然后让学生体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思想, 然后借助了这个思想, 又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其实就是把这个步骤, 给我们的乐卷人给它展现出来就行了, 你只要达出这两点,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五分了, 因此如果说数学, 咱们的这个思维方式, 你答不出来, 没事, 答不出来没事, 你也答出来了, 它也不可能给你六分了, 对不对, 很难给满分, 基本上你答出这两点, 五分就可以拿到了, 好, 这是我们在这两个方面来体现, 渗透我们的数学思想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通过数学思想渗透数学文化, 通过我们历史人物, 咱们数学的这个数学家, 以及他们的故事, 来渗透咱们的数学文化,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问, 阐述数数学文化, 对数学学习的这个作用, 你想想看, 刚才我们说了, 数学文化, 它是什么呀, 刚才说了, 有很多的故事, 以及数学家, 你看你听听, 天天听那些数学家, 他们是怎么发现那些数学知识的, 怎么是弃而不守, 等等这些, 对我们学生有什么样的作用啊, 对学生学习数学有什么样的作用, 一个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然后激发他们, 让他们想当数学家,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答, 对就是榜样, 对非常好啊, 因此我们就可以答出来, 哎, 数学文化可以有助于激发我们学生, 他的求知欲, 对不对, 然后数学文化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探究精神, 好, 这个是数学故事呀, 这些东西, 它对我们学生的一种促进, 是不是, 每天听数学故事, 每天听数学家的故事, 学生就特别爱上数学课, 如果今天没有讲, 学生就不爱上, 是不是, 好, 那么一样的, 那数学文化除了这些故事之外, 是不是还有数学思想, 还有数学咱们的这个思维, 所以数学思想和数学思维, 它是不是培养我们学生的数学素养啊, 对吧, 以及深入了解咱们数学的这个特点, 因此, 我觉得这个题目啊, 在考大题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 即使考到的话, 你按照老师这样来进行分析, 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话可说, 有没有话可写, 完全是有的, 对不对, 所以, 你只需要, 就是比如说向守军说的, 老师, 我只把你画线的这个部分达出来, 得分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你得出来的分还不低呢, 你把关键点都已经, 维度都已经达出来了, 那么, 当然, 你除了要把老师画出来的这个横线打出来, 你不能干憋憋的呀, 你还得围绕他说上几句话呀,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就是, 比如说如谁谁谁, 这些人, 那么, 让他体会到这个记忆, 就是很有趣, 又能够以他们为榜样, 树立学好数学的这个自信心, 是不是可以写这些话, 所以, 这就是我们在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体现了数学文化它的作用, 就在这些方面体现的, 通过我们体会数学文化, 就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这个求知欲, 激发他们的探究精神, 然后体会我们数学的思想, 也了解数学的特点, 好, 十五大题, 论述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你看, 即使你没有听过这个姿势, 你只要认真分析这个题目, 你是有话可说的, 所以不要指望, 就是真的你能够把论述题啊, 或者什么题给压重, 基本上都是靠我们平时学习的课标里面的内容, 课标学习里面的内容, 以及我们教学的原则, 都是通过这些组织出来的, 好, 这是第十五大题, 那接着咱们来看第十六大题和十七大题, 老师今天拖一下糖, 因为要讲十七个题, 而且每个题都是有难度的, 真题, 就是它是比较耗时的,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就是一套真题讲完保证完整度, 咱们来看第十六大题, 是咱们案例分析对不对, 多少分呀, 多少分, 二十分, 是不是啊, 老师要求大家一般情况下, 你拿一个十分加就行了, 就是拿一个十一二分就可以了, 十三四分就可以了, 基本上通过我们的这个学习, 基本上能拿到一个十二三分, 十三四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下面咱们来看, 叫某学校初二年级, 数学备课组, 针对一次函数, 你对兴趣班他的学习, 上一次拓展课, 经过讨论, 你定了如下教学目标, 好, 第一个教学目标是, 进一步理解一次函数, 它的解析是, Y等于KX加上B, 它当中参数的含义, 好, 然后接着探索两个一次函数图像, 它的位置关系, 那么教师甲是怎么做的呢, 他说, 先出示问题, 一次函数它的图像是直线, 两个一次函数表示的是两条直线, 如果这两条直线平行时, 它们对应的一次函数解析史当中, K的值, K的值, 它的特点是什么, 好, 然后得出一般结论, 若函数Y等于K1X加上K2X, Y等于K2X加上B, B2, 这个B2, 那么所表示的两条直线是平行的, 则就有K1和K2, 它是相等的, 接着通过具体的案例, 让学生来体会, 我们参数K它的含义, 好, 那么这是我们教师甲它的做法, 然后教师义, 它是怎么做的呢, 让大家在统一直角坐标系当中, 做一次函数, 体会K的含义, 画出这几个函数图像, 然后观察每一组函数, 它两条直线之间的位置关系, 体会K的含义, 这是教师甲和教师义, 它们不同的做法, 对不对, 好, 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的问题是, 对该备课组, 你一定的教学目标进行平息8分, 然后分析甲仪两位老师, 他的教学思路, 他的特点12分, 好, 我现在想问大家, 现在他让我们评价的是什么, 评价是什么, 是不是上课的时候老师给大家讲的, 会给我们教学目标, 然后让我们去评价教学目标, 对不对, 那他现在给了教学目标, 这个教学目标, 那么然后让我们评价这个教学目标, 现在老师想问大家, 我们每一次评价一个东西, 大的思路是什么, 大的思路是什么, 来说一下, 大的思路是什么, 我们评价一个东西, 大的这个思路是什么, 老师昨天晚上才给大家讲过, 我们是不是先表扬他, 然后批评他, 然后提出建设性建议, 对不对, 非常棒啊, 非常棒,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表扬他, 他的这个, 你看, 他现在写出来的这个三维教学目标, 首先大家都发现了, 只有知识与技能目标, 对不对, 没有三维教学目标, 他没有三维教学目标,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两个目标, 是不是只有知识与技能目标, 他有没有过程与方法目标, 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呀,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表扬什么, 批评什么, 我们现在是不是思路很清晰, 表扬什么, 表扬他, 写出来的三维教学目标里面, 知识与技能目标写得特别好, 对不对, 所以, 他这个知识与技能目标, 你看, 他让学生进一步理解, 这个参数, 他所表示的这个含义, 对不对, 所以, 好, 对不起大家啊, 我可能声音讲的有点大啊, 好, 那么, 我们首先来表扬的就是, 他三维教学目标里面, 知识与技能目标, 设置的非常全面, 对吧, 他让学生理解了, 我们一次函数, 他的解析室里面, 参数所表示的含义, 并且, 还用一次函数的图像, 帮助学生去理解, 参数, 他表示的这个含义, 对不对, 所以, 他设置的非常全面, 因此, 就可以体现出, 那么, 他让学生通过学习, 体会到, 我们K和B, 对我们一次函数, 它的图像的作用, 是不是, 所以你这时候就可以对这个来进行点评, 因此我们写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哎, 他所拟定的这个教训目标呀, 非常的好, 怎么好了呢, 他说, 这个在解析室当中, 两个参数进行再探究, 然后发现我们K和B, 它的性质, 决定了我们这个图像, 它的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函数, 它的图像, 对不对, 好, 因此提醒我们学生, 在探究K和B的这个作用当中, 来获得了更直观, 更深层次的一个认知, 符合我们学生他的认知规律, 所以就表扬他, 知识与技能目标写得好, 然后接着干什么呢, 是不是就要批评他了, 咱们新课标强调了, 我们学生除了在课堂当中, 要掌握知识之外, 技能之外, 我们要能够让我们教学目标, 全面整体的实现, 我们除了知识与技能目标之外, 咱们还有什么, 还有数学思考, 问题解决与情感态度, 这样的三个目标, 而这个老师他在设置的时候, 没有注意这另外两个目标的设置, 是不是, 因此他应该设置出过程与方法目标如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如下, 所以第一个点评, 是不是点评完毕了, 所以上来先表扬他, 然后接着说他没有符合我们新课标的要求, 只完成了一个目标, 另外的两个目标没有完成, 或者说没有自定, 因此不符合我们新课标提到的, 要教学目标整体实现, 好, 这是你就可以说了, 那其他两个目标应该自定为什么, 这个就按照我们的模板来就可以了, 按照模板来就行了, 好, 那么下面让我们评价这两个老师, 他的教学的这个思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老师, 他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看第一个老师怎么做的呀, 第一个老师怎么做的, 直接呈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得到了这个一般性的这个结论, 对不对, 好, 然后接着通过实力来让学生体会K的含义, 所以他是不是采用的是讲授法呀, 就跟昨天老师给大家点评的那个, 老师是一样的, 对不对, 而因此对于程度比较好的学生, 他是能够接受的, 也能够通过实力体会参数K, 他所表示的这个意义, 但是对程度差的同学可能就会这个就是不清楚, 他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采用的是讲授法, 非常明确的将知识点呈现出来了, 简洁明了, 把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教学目标, 以这样的方式立刻就呈现出来, 呈现在我们学生的面前, 但是, 是不是就要开始批评他了, 但是这样的, 我们学生已经提出来了, 阴阳就说, 学生是被动的, 对不对, 是被动的, 我们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显得过于机械, 是不是, 好, 没有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 那么没有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活动, 使得我们教师教和学生学进行统一, 所以他应该组织相应的活动, 组织学生来将这个姿势探究出来,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你的建议了, 这是我们教师甲, 因此他现在让我们评价两个老师, 你每一段就可以写的少一点, 好, 下一个评价乙老师, 其实乙老师他的做法好不好呀, 他的做法好不好, 是不是挺好的呀, 他是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是不是, 你看, 他是让大家先动手操作, 然后接着, 那么观察, 这个是符合我们新课标的要求的, 我们新课标强调了, 咱们的学生, 他不仅要掌握姿势, 更重要的是, 要能够体会这个姿势, 它的产生过程, 以及其中蕴含的这个数学思想, 这位老师他的做法呢, 就体现了我们以学生为主体, 组织了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 然后最终探究出了这个, 咱们的这个, 就是问题的这个结论, 对不对, 可以表扬他, 表扬他的话可以说的非常多, 但是要不要也要点评他一下呀, 你看,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说一下他呀, 我们给大家六点呢, 是不是啊, 就是你可以通过六个方面, 那么你看一下, 这个老师把问题提出来了之后, 他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说这个老师怎么做的, 这个老师有没有具体下面再怎么做, 是不是他缺乏一个引导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呀, 对吧, 那么在学生得出了相关结论之后, 我觉得这个老师呢, 还应该引导学生总结结论, 那另外还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学生的这个学习进行评价寻场等等这些, 那么如果说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引导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 就更好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来进行一下说明, 就是不能完全把课堂还给学生, 我们教师呢, 也有自己的身份, 是以组织者引导者合作的, 好, 那么我们, 我觉得这位老师在引导者这个身份上, 还是有一点点欠缺的, 好, 那是不是点评完毕了, 清楚了没有, 因此我们的这个结论也是一样啊, 咱们在讲, 就是我们的这个解析里面, 他就对假老师先进行了批评, 先进行了批评, 然后先进行了表扬, 然后进行了批评, 一样的, 书写都是跟老师一样的, 就是先说他这个非常好, 很直观的把我们学生, 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了, 因此我们学生有了一定的印象, 等等这些都是有的, 好, 我们以老师也是一样, 先对他进行表扬, 然后接着呢, 可以适当的来说一下, 就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还可以怎么做, 其他的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案例分析, 你看, 用到的是不是老师给大家讲的,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背的东西可少了, 其实不是, 在案例分析那里有六条, 对不对, 你拿着每一条来验货, 看他哪一条不符,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说了有六个维度, 后面是不是就让大家来, 每一个维度是不是有一些话, 要让大家会背, 对不对, 那么你每一次去说的时候, 跟课标有关的那些话, 你就可以写上来, 清楚不清楚, 清楚的小伙伴给我打一,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你看, 我在后面就一个PPT就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哪些语言来点评, 咱们这些老师, 那些语言都是来源于课标的, 好, 既可以让你在写的时候, 能够增加你的字数, 也可以让你写的话, 不会永远都是大白话, 好, 这是我们案例分析题, 下面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道题, 是教学设计题, 教学设计题呢, 这个题, 咱们来看一下, 在学习平行四边形, 三角形, 它的中位线定理后, 那么某老师设计了如下的教学目标, 好, 第一个是什么呢, 进一步理解, 三角形中位线定理和平行四边形, 它的判定定理, 然后第二个目标是, 运用三角形中位线定理, 然后平行四边形, 它的判定定理来解决问题, 然后接着提高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它自定出来的目标, 然后接着在这个目标之下, 它设计了一道题, 设计了这样的一道题, 好, 这个题是什么呢, 在平行四边形, A,B,C,D, 然后这个E,F,G,H, 分别是A,B,C,D, 它的四个终点, 好, 就是这是终点, 这是终点, 然后这个是终点, 这个是终点, 有四个终点, 好, 然后它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道题, 已知条件已经告诉我们了, 问的问题是, 让我们去求证, 这个四边形, 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问题二是, 如何改变条件, 让我们去, 来求这个四边形, 它是零形, 矩形和正方形, 好, 来啊, 是零形, 矩形和正方形,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的问题是, 它说, 针对上述的材料, 来完成下列任务, 好, 第一个是, 结合目标, 分析该立体, 它的设计意图, 最后一道题了, 结合目标, 分析该立体, 它的设计意图, 好, 你看, 它是不是想让我们写, 这道立体, 它的设计意图呀, 对不对, 是不是, 这道题目, 该立体, 它的设计意图, 你想想看, 它为什么要编这道题呀, 你先问一个为什么嘛, 它为什么要编这道题, 为什么, 你看, 这道题怎么解呀, 我现在问大家, 这道题怎么解, 会不会, EH, GF, 都是终点, 如果说, 如果说, 我现在把这个辅助线给它构造出来, 把我们对角线给它连在一起的话, 做对角线, 那么, 我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咱们, 你看, 对角线有了, 现在, 通过三角形中位线定理, GH, 它是不是等于1分1AC, 那么, 我们EF是不是也等于2分1AC啊, 对不对, 所以, 这时, 对边就相等了, 好, 你用中位线定理就可以求出,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且相等, 因此就可以得出, 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了, 是不是, 所以, 它的设计意图是什么, 这道题的设计意图是什么, 问题一的设计意图, 就是, 咱们, 中位线定理是啥, 中位线定理就是, 如果说我们已知了, 咱们, 就是三角形, 它的两条边上的终点, 把这个终点连在一起, 那么就是我们的中位线, 中位线它就等于, 就等于对边的, 就是一半也平行于对边, 这个理解一下啊, 这就是中位线, 好, 这就是中位线, 好, 你看, 我现在第一个问题, 问题一它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 它要让我们去判断这个平行, 这个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 那我想问大家, 四边形, 判断一个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 用什么姿势来判断, 就是用它的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 或者是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是吧, 两组对边分别相等, 或者是对角相等, 是不是, 所以, 第一个问题它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让学生进一步理解, 三角形它的中位线定理, 以及我们平行四边形它的判定定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问题这个该例题, 它的问题一的设置, 问题一的设置, 就是完成我们目标里面的目标一, 让学生能够进一步的理解, 什么是三角形的中位线, 什么如何去判定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 并且能够完成目标二里面提到的运用这个姿势, 来解决平行四边形它的判定, 好, 那么问题一, 它的目标是不是, 就是这两个目标, 所以这是它的设计意图, 它就完成了, 那问题二呢, 我们来看一下, 问题二, 它说如何改变条件, 得到菱形和矩形, 还有正方形, 好, 你就从这个问题当中可以看出, 这个问题, 它既训练了学生知识点, 对吧, 还训练了什么, 还训练了学生什么, 你看, 上面这个直接就是知识点, 对不对, 这个问题的提出, 它既训练了学生知识点, 你看你要求菱形, 你要求矩形, 还要求正方形, 而训练这个知识点, 除了这个知识点之外, 它说如何改变条件, 是不是来提升我们学生, 提出问题,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对不对, 所以问题二, 它的提出, 它的刺激意图是什么呢, 既能够让学生了解, 如何从一个平行四边形, 去判定这个平行四边形, 增加什么条件, 可以得出这个平行四边形, 它是零形, 矩形, 还是正方形, 对于这一知识点, 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这个研究, 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设计意图, 第二个设计意图是, 这道题很明显, 它是一题多解答, 那么而且, 是需要我们学生自己去拟定条件, 自己去发现, 自己去思考的, 因此它完成了我们课标, 目标三当中提出的, 提高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好, 发散思维, 是不是, 都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写出, 我们解决, 就是这道题目的第一个问, 所以它的设计意图, 就可以写下来, 其实就是能利用, 就是三角线, 中位线定理, 和我们平行四边形, 判定的这个定理,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其实就是完成了, 我们目标一和目标二, 中间的这些都是怎么做的, 描述性的语言, 都是怎么做的, 就是怎么判断的, 第三个边, 这些你都可以写出来, 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看, 第一个问题, 可以一提多解, 来发散思维, 也就是说, 刚才老师提到的, 那么你可以用, 就是我们这个四边形, 它的一组对边, 分别平行且相等, 来判断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也可以用两组对边, 分别平行, 或者分别相等, 来判断一个普通的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发散思维, 然后第三个, 那么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所以, 这时就可以锻炼我们学生, 它的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自主解决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设计意图, 你就可以这样写, 围绕三个目标, 来展开, 好, 那么第一问, 十分, 就可以这样答, 第二问, 类比上述的例子, 我们来设计一个新的问题, 它让我们类比的是什么呢, 类比的是问题二, 然后让我们设计一个新的问题, 使之符合咱们教学目标三, 教学目标三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对不对, 这个是咱们目标三, 所以你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能不能是一个死板的问题啊, 也不能是一个死板的问题, 你也要能够仿造它提, 那我现在问大家怎么提啊, 想想看, 你也能仿造它提, 它现在告诉我们的是, EFGH, 是这几个的终点, 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再加一下, 我说, 现在我还有四个终点, 那么哪四个终点呢, 我这个OPQ, 然后M, 是我们EH, 然后是HG, 然后这个终点, 好, 我把这四个终点给你找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说, 这四个终点连在一起, 所形成的图形, 增加了什么条件的情况之下, 它是一个零形, 它是一个矩形, 一个正方形, 一个平行四边形, 可不可以这样, 可不可以这样, 完全可以吗, 对不对, 你让我求的是这个, 它是一个矩形, 它是一个零形, 它是一个正方形, 好, 我现在在你里面, 我再画一个图形, 我再画一个, 那么我是不是又可以了, 就可以哦, 就可以, 所以编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死口, 想不到想不到, 要是有手机就好了, 我可以摆度一下, 对吧, 其实, 你就仿造它, 完全跟它一模一样, 我来一道不就结了吗,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 那么第二个编题目就解决了, 那我们书长就讲义里面, 给你们的答案, 是这样弄的啊, 答案是连接了它, 连接了它, 然后求这个的终点, 这个的终点, 这个终点, 这个终点, 然后把这个终点, 就是把我们对角线, 这个ABCD这个对角线, 然后它的终点, 给连在一起, 然后让判断这个图形,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啊, 所以这个就是跟老师这个其实意思, 就是翻版, 就是对它又是一个翻版, 就翻了好几个版, 对不对, 好, 第二个问题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它说设计该题, 该例题简要的教学流程, 那么你看, 是不是跟我们昨天晚上给大家讲的真题是一样的, 让我们设计的是教学流程, 对不对, 好, 你就说你怎么讲这道题, 就是我们的教学流程, 然后说并给出解题后, 它的小小节的这个提纲, 那么有个同学导录, 他现在说的是什么, 让我们设计该例题它的教学流程, 跟导录有关系嘛, 就是这道题你怎么讲的, 你把你这道题怎么讲的流程给人家说清楚就行了, 所以你看这道题我是怎么讲, 好, 有一个误解啊, 有一些同学会认为, 老师, 这个该例题, 我是讲第二个我编出来的例题呢, 写这个流程呢, 还是讲第一个, 我这个就是, 也就是说他给的这个例题呢, 我觉得是应该给这个啊, 就是该例题, 因为他已经在前面说了一次嘛, 该例题它的设计意图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这里他又说了一次该例题, 所以一定是他给出来的例题, 你要知道, 如果都是讲个人编的, 那我们阅卷人得崩溃死, 是不是, 大家编的都不一样, 那么完蛋了, 阅卷人咋阅卷啊,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这道题啊, 肯定就是这道题, 好, 这道题咱们怎么讲呢, 我们教学流程是什么, 教师活动首先是什么, 教师活动就是, 在大屏幕上先把这道题给它呈现了, 以字条件给它呈现了, 对不对, 那么你为了能够写尽量多一点的字, 那一共你看有十二分这么多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问题一和问题二, 给它变成两个环节呀, 对不对, 是不是, 我可以把问题一和问题二给它变成两个环节, 因此我就可以说, 那么利用大屏幕, 向学生展示立题的以字条件, 以及问题一向学生提出, 如何判定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呢, 你有什么想法呢, 根据以字条件, 你能够想出解这道题的思路吗, 组织学生与自己的同桌进行, 独立思考, 然后与自己的同桌进行交流, 在交流完毕之后, 请他们起来汇报, 然后请个别学生上台反演, 最后教师与学生共同的来进行点评, 然后总结解题的步骤, 是不是就可以, 所以我们去写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去书写, 整个过程跟咱们讲义里面的答案是一样的, 跟咱们讲义里面的答案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先呈现图片和问题, 然后引导他们回答一些, 这样的, 就是降低题目难度的一些问题, 引导性的问题, 好好构造的这个三角形, 它综维线是什么呀, 有些同学说, 老师, 你看, 他提的这个问题, 我也提不出来呀, 比如说, 如何添加辅助线, 构造三角形, 它的综维线等等这些, 我也提不出来, 你提不出来, 你可不可以按照老师刚才那样提呀, 完全可以呀, 怎么去判断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呢, 是不是, 那么, 然后接着, 好, 这时, 需要写教师活动, 需要写学生活动, 那么, 你就可以把反演的过程, 是我们学生的活动, 理解这个意思吧, 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啊, 你不会写这个证明的题目, 那么, 你就不写这个反演的过程, 那你就用, 相对而言比较容统的话把它说出来, 就行了, 利用大屏幕, 向学生展示整个解题的步骤, 那么, 在最后进行总结就可以, 好, 如果说, 我们考试的时候你会写, 你会写, 那你就要把这个给它写上去, 好, 这是第一个问, 对不对, 第一个环节就结束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 第二个问是, 添加了什么样的条件, 使得我们这个DFGH, 它是零形, 然后矩形, 还有是正方形,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 那么, 在学生, 在学生得出了, 这个图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之后, 那么, 向学生提出, 你能够添加什么条件, 使得这个四边形, 它变成零形了呢, 通过证明之后, 得出它是零形了呢, 向学生提出, 那么, 我们如果想要证明, 一个平行四边形, 是零形的话, 它需要什么条件呢, 对不对, 如何判定平行四边形, 是零形呢, 其实很容易判定, 只要这个平行四边形, 它的一组对边, 一组零边, 是相等的, 那么它就是零形, 对不对, 所以回到我们题目当中来的话, 回到咱们题目当中来的话, 也就要求的是什么, 也就要求的是, 我们对角线, 是什么样的关系, 对角线相等, 对不对, 只要你这个椅子条件, 对角线是相等的, 我就可以得出, 这个平行四边形, 它是零形了, 所以你看, 我是不是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这个问题, 来减轻学生思考的这个压力, 如何判断, 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是零形呢, 好, 那么有了这样的结论之后, 我们需要增加一个什么条件呢, 好, 组织学生, 前后四个人为一个小组来进行这个探究, 然后在探究完毕之后, 那么进行汇报, 进而向学生进一步的提问, 如何去判定, 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是正方形, 它是这个矩形呢, 好, 组织学生这个, 然后类比得出相应的这个结论, 然后接着就可以进行总结, 然后点评反馈就行了, 所以我们去书写的时候, 整个流程也是这样的, 整个流程也是这样的, 对角线如果是垂直的话,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你这个对角线, 老师把这个题给他说一下, 你这个对角线, 来, 你看, 我说的这个对角线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对角线啊, AC和BD呀, 同学, 今天和我的小鱼竿, 体会了没有, 体会了没, 所以你清楚一下, 清楚一下, 我指的不是菱形它的对角线, 菱形的对角线的确是垂直的, 但是, 但是, 你现在想增加一个性质的话, 增加一个条件的话, 我只要AC, 它是等于这个BD的, 我就可以得出, 咱们这个四边形, 它是一个零形, 对不对, 如果我能得出AC, 它是垂直于BD的话, 那么我就得出, 它是矩形, 它是矩形, 如果我能得出, 它既相等又垂直, 那它就是一个正方形, 好, 就有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第三个问的第一个环节, 就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 得出最后的这个结论, 就是老师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结论, 解题的这个小节题刚, 那么你就可以得出, 要想判断一个平行四边形, 要想判断一个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 只需要引导学生, 能够得出这个四边形, 它的一组对边相等, 或者是, 就是从角, 或者从边的角度来思考, 那么寻找相等量, 或者是平行量即可, 那么想要判断一个四边形, 它是平行四边形的话, 只需要判断一组对边, 是否平行且相等, 或者是两组对边, 分别平行且相等, 这是第一个小节, 然后第二个小节, 小节就是想要判断一个图形, 它是一个四边形, 它是零形, 和这个矩形正方形的话, 首先就需要借助刚才的条件, 判断出这个图形, 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在得出这个图形, 是平行四边形的基础之上, 再增加相应的条件, 如增加一组零边相等, 就可以得出这个平行四边形, 它是零形, 然后一组, 就是我们有一个角是直角, 就是矩形, 那么一组零边相等, 且有一个角是直角, 就是增方形, 因此就是我们苏萨讲义里面, 整体解析里面, 给大家的这个答案, 好, 整个这一套试卷就给大家讲完了, 其实到案例分析和教学设计, 这五十分一定要去练, 我建议你们要把所有的整体里面, 都给大家写一遍, 那么你只要把这个五十分, 每一次每一天都坚持写, 在遇到这些题目的时候, 你就有话可写, 而且写出来的都是我们的答分点, 清楚了没有, 好, 所以你看, 2017年下半年的这套试卷, 它比2018年上半年的那套试卷, 是要有一些难度的, 选择题是没有难度的, 但是, 简答题, 前三个题和解答题, 都是有一些小的难度的, 所以, 因此考试的时候, 因此考试的时候, 特别遇到文字类的题目, 一定要去答, 好,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 咱们下一节课, 也就是后天的晚上的那节课, 给大家讲的是, 18年上半年的那套真题, 好, 肥猫说下半年是不是比上半年要难, 不是的, 没有这样的规律, 没有这样的规律, 好, 我说一下, 难和简单, 是对大家都难, 对大家都简单, 那么, 这个时候, 月券上面就会有尺度, 你要理解这个意思, 通过率是恒定的,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不是说, 靠简单我就一定能过, 不一定哦, 所以, 大家都尽量, 就是你把该做的试卷都做一下, 其他的没有什么, 初中的试卷和高中的试卷, 有的题目不一样, 比如说, 它的这个文字类的题目都是不一样的, 像手军, 清除一下, 好, 老师呢, 针对刚才讲的这个就是题目, 咱们来答一下疑, 来答一下疑, 就是给大家讲的这17道题目, 你有哪道题目不会的, 或者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问一下老师, 然后老师答一下疑, 那么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教学设计大概写多少字, 我说一下, 论述题的话, 一般情况下, 你大概要写到300个字, 就是300个字起步吧, 你尽量多写一点论述题, 但是好句子, 好句子一定要放到前面, 好, 这个说一下, 然后接着, 然后接着, 案例分析呢, 你就根据每一个分数来, 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它是8分, 那么你答三个维度就行了, 清楚了没有, 那达三个维度就可以, 然后教学设计大题的话, 一般到这, 字数要多一些, 其他的没有什么, 来, 我说一下, 有个同学问, 就是第九题, 那个是怎么来的, 我来说一下, 为什么是x等于这个根号y,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之前写出来的都是, 咱们这个曲线fx, 它是围绕x来进行旋转的, 对不对, 围绕x来进行旋转的, 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a到b, 这个是a, 然后这个是b, 好, a到b, 然后fx, 它的平方dx, 我想问你这个你听得懂吗, 这个你听得懂吗, 来, 其他的问题, 就是楚楚, 我等一下回答你, 说直接写条可以不, 一般有了条还要那个, 就是还要加一些论述啊, 就不能干条条不行, 必须要加论述的啊, 莉莉你到这儿能不能听懂, 好, 到这儿能听得懂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们换了, 现在有一条线, 这个曲线, 它是围绕y轴来进行旋转的, 围绕y轴来进行旋转的, 因此这个是a, 这个是b, 那么我们去求积分的话, a到b, 它现在是不是针对的是y啊, 对不对, 其实你要是想去理解的话, 那就是一个一个圆片, 一个一个圆片, 这个时候这个圆片, 如果我把它画在这儿的话, 那么它的高是什么呢, 它的高是不是delta y, 它的这个底面的面积是什么, 你看, 现在用半径r, 来表示出它的面积s的话, s是πr的平方, 对吧, r是什么, r已经变成x了, 是不是, 是我们纵坐标了, 是咱们横坐标了, 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横坐标, 这个r, 所以这时这个r就不再是, 你看, 我们本来都是fx, 求出来的是函数值, 也就是我们的纵坐标, 现在我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横坐标呀,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fy呀, 对不对, 这个你清楚了吧, 它不会求积分, 它是不知道怎么对y求积分, 我去, 好好好, 天哪, 好, 来啊, 根号y, 括号的平方, 来啊, 那么04, dy, 我讲了半天哦, 来啊, 谢谢你们的提醒, 来, 看一下啊, 现在, 你看, 根号y的这个平方, 来看一下, 是不是y, 直接就得0到4, 然后dy呀, 前面有一个π, 对不对, 你看, 对y求积分, 你就把它当成x嘛, 又没有别的, 莉莉, 这里你明白了没有, 又没有别的, 它, 你看, 我们这个积分变量, 与我们这个里面的积分对象, 它的变量是相同的, 所以, 你就问谁求到得到y呀, 你如果说现在换一下, 把它全部都换成x,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啊, 是不是0到4, 然后接着xdx, 谁求到得到x, 那么2分之x的平方, 然后接着是04, 前面是π, 对不对, 这个清楚了没有, 莉莉, 这里能不能清楚, 就是这个意思, 其他的没有什么, 我还以为你那个不懂的, 我心想, 那我得把它转换到这里来, 那好, 这里明白了, 我现在看的时候没有反应过来, 还有其他问题吗, 来, 还有其他问题啊,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咱们就今天下课了, 各位同学晚安, 有没有其他问题了, 没有了, 都没有人回答老师什么意思, 是不是都在干别的事情啊, 来啊, 相守军, 相守军, 你要是有问题的话, 你明天不是也是高中的吗, 我会提前十分钟来, 然后你明天来问, 好不好, 晚安啊, 各位亲, 可不可以相守军, 那么咱们就晚安了, 现在就是拖的时间有点长, 好, 各位同学晚安啊, 拜拜啊, 然后咱们就是晚上, 就是后天晚上见啊, 老师爱你们啊, 拜拜, 特别感谢我们的助教老师啊, 非常感谢, 又跟我们拖堂了啊, 而且拖堂了好长时间, 非常抱歉啊, 好, 拜拜啊, 后天见啊, 好, 有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